阿彌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各位同學 大家往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西家家 西帕法斯這本書 這個 你覺得有必要的話就可能 先有這本書要一起研讀才行 我們昨天把這個序已經over了 我自己再看了一些稍微又看懂了一點 像第21頁那裡他提到抽象層 我們現在先可以看 因為他這個奇風資訊他有 序言這裡他是開放給你閱讀 那等一下我們要進入第一部分 快速入門 那昨天是看到他這裡本書的結構 那抽象層也是重要的 可是我查了那個微軟他那個字典喔 那個並他們對obstractions 不會翻成抽象層 也許是西家家吧 他為什麼 他抽象層其實這裡就出現了 他反而在第二次出現了 就英文 這都很進階了以後 可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 類別 內別 大概 最後兩個部分就集中在內別的那種能力的提升 這也是我應該是我最薄弱的地方 其實我還沒那麼精通 我們先進入這個快速入門 準備跟著 我是蠻興奮的啦 要跟著keyword才行 那我們一樣去 應該這不用英文版吧 中文版就可以了 英文版可以 那這時候我們 那這時候我們 中文版的 這是英文版的 可是在西 你看在 這是 這是中文版的 我們編的話 它倒是不會出錯 可是VBA 前面我們看過 它VBA的話 它是不讓你 是ok的 所以有中文字是沒問題 可是VBA 它就不支援 所以我VBA寫的那些Word 那些程式功能都沒有作用 我們先看快速的 我們應該 應該 我們用學校的開發環境的 就可以 這一個是哪一台 這個是 開發環境 那這個時候我要把 這個 還有Google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買 還在猶豫 目前是用找的 我們先對照 畢竟600多塊 一樣解除綁定 英格里希 第八台 我們大概就是 其中用這一台 developer這一台 好我們 那你不一定要用學校這種 它這個 因為學校嘛 跟微軟購買這個企業版 微軟它 Visual Studio Community 這個版本 都是免費開發 你只要搭Visual Studio 然後去 Visual Studio 這個 然後去有一個叫Community 就社區 Community的版本 就可以下載安裝 我也是裝這個 我在學校給我的個人群 也是裝這個 2019 然後 2017 可是它這個辦理 跟我們看到它大概是2012以前的 我們已經比他們新的 比這本書的心態多了 所以夠了 再來 直接快速入門了 到了它閱讀的上限 當然就 要自己準備好書了 講一下這個書是這一本 我在緣起那裡有個連結 我們現在在直播 這個也真的有人在看還是 它這個我覺得不太準 連書這個誰在看你 直播 應該都有BUG 不是那麼精確 不用在意就好 切隨意 然後你看我直播這裡有緣起 就點下去就知道我們用哪一本書 好 好 好 這是這一本 西加加通風 西加加拿 抖 當中文版為主 因為它中文翻譯的問題 我們還是得看原文的 前面那一集已經給秀了給他 前面那一集我們就錄了九個鐘頭 半夜兩點 一開始就是撰寫一個西家家的程式 這個我喜歡 這怎麼辦呢?你按數shift的在按 它可以跑到定位 跑到你滑鼠要按的地方 這樣比較快 不過你光在那捲捲捲 把它捲到什麼 這個序言我們已經願滿了 給我聽 這個它沒有完全 入鏡了 它只到了21頁序言的 因為它這個只能給你試讀了 再來快速入門是沒錯 開始 Getting STAR STAR的 S它放錯位置了對不對?還是它故意這樣排 BETTINGSTAR Get這個動詞後面是抓 應該加ing吧 這裡怎麼會是ED呢? 這英文真的不知道什麼 怎麼翻 GetSTAR 開始吧 是喔 我也是平生第一次碰這個 7++ 7++ 這個語言 如果 跟START是有什麼 Getting Started 意思是不太一樣了 入門 那這個動詞是誰做主詞 我英文沒那麼好 我們中文就不一樣了 你自己說英文好你要搞清楚 不要這樣吭咕嚕 可以聽STAR是入門 那它跟STAR是有什麼不同 你真的懂它真的哪裡不同 那才是真能懂英文 來撰寫一個簡單的西家家程式 出不認識輸入輸出 關於註解 註解就是在程式裡頭做註解 說明這一行程式做什麼 那其實就是兩個斜線 正斜線 單行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流程控制 那個程式在複雜程式一定都是一行一行行 執行下去 一句話 所以前面我們學過那個程數據 他這裡翻譯是講數據 這乘數是乘數據的數 乘數敘述的數 就像人講話一句話接一句話 不會跳跳痛 類別簡介 你看一開始就要注意類別 我們剛剛才跟各位講 21頁這個類別是關鍵字很重要 我這個好像有下載 我用我下載的 好吧 這樣可以 啊他好像不能編輯 只能搜尋 好像是這樣 就幫我們進出 有這個的就知道是開發的電腦 我看一下 在哪裡呢 VS 這麼多 哎呀他這個沒有 要命 沒有學校的那個 沒有學校的那個 E-book 線紙 寫家家就 我還轉成Word的不給我轉 因為他會保護起來 讓你複製 裡頭的文字 我看一下他記憶體還行 65 OK的 好 這個要下載 Window 8 他這個該不會 我們看這個 學校的這個版本是 Ultrabar 舊的 因為我們一般用DC的 是不一樣 他可不可以 都沒啟動 傷腦筋 我們先 他可以搜尋嗎 類別 你看他序裡頭 我們前面才 類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一開始就 剛剛才說嘛 我們可以标一下 看可不可以标 你看他提供多少工具你就知道這個文件 你看他是讓你去 你注釋標色都不行 啊注釋 你看 你看完全不可以 編輯 不要淫光色也都不行 好吧 你要保護 除非要破解 不要震動 好我們繼續 馬上就是類別簡介 簡單的介紹 什麼叫類別 注意啊 我們就抓一個字類 其實我有一個建議 像前面討論過這個 翻譯的名字 很混亂 像type 我們就抓一個字形 我發現 像我們昨天 在那踏法的那個微軟 他竟然type他翻類型 結果我自己讀成類別 就覺得跟class又混了 那他type TYP的話 他應該是形 所以他還保留一個形式 他翻類型 他不是翻類別 跟class clas 翻類別 還是有差 可是你之後可以發現 原來type 像typical 典型嘛 都有一個形字 所以從中文這個特色來講 也可以用形來翻type這個字 就一個字就好 我都覺得因為他們現在翻 因為是白話文 所以他有時候就遷就兩個 然後又不想太長的詞 所以就在那白話文言那邊遷就 我們沒有這個機會吧 白話文言都是中文 只要好用 明瞭方便 明瞭方便 一個字就好形 有形嘛 個人很有形 Typical Type就是形 然後 這裡 是class 他這個類別 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 19 19 有月差這裡 對嗎 類別 他就是class 沒錯 那你可以像昨天我們發現 他其實所以 你就把它當成名詞翻譯的這個標準 你就查class 他怎麼翻 大概他就是以這個為標準 雖然他有時候翻的跟人家不一樣 至少他自己 不能混亂 除了我們抓到 昨天抓到他 那個 Generic 那個泛型 他要泛用 那也許是因為他在那個上下文 翻成泛用可能比較吻合 比較答義 但是其實我們光看那個詞還是看不懂 也許在用的時候會覺得好用 光 現在還不了解什麼叫泛用 看到這個詞絕對也沒差你幹嘛一定要這樣 乾脆就跟泛型 泛成一樣的字就好 沒得造成困難 像所有音裡頭大概是八百 九十六頁 class 有沒有 有 class 然後注意粗體的字 他還有分 淡字大概就是比較不重要 應該是這樣 初字像他 序言裡頭 有提到了 這個是他沒有提供的 那個西風的沒有 只是他提供到序言的後面下頁有提到說 重要詞會以初體表示 那我們讀者 一般可能他覺得已經熟悉他會用 初協體 那這個中文本他會用標凱體協體 然後這些詞彙每個詞彙都會出現在最後的Defined Terms 就是 詞彙的意界 詞彙的意義 那一個 欄位那個區塊 我都不知道他這個翻譯的 翻成定或意義的詞彙都不通的 什麼叫定義的詞彙 中文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要不要說被定義的詞彙 可是也沒有意思嘛 你看他內容也是把每個詞彙 他的意義解釋一遍 那這樣在中文來講就是詞彙的意義或詞彙的 定義或是詞彙的意界 正義的意然後界限的界 這class在說明是896月class 左邊那一欄 19月首次出現就是我們現在要讀到的 沒錯 這是類別警戒的地方 19月 接下來是 Bookstore程式 那這可能就是叫我們實際做一個程式 叫 書局吧或書庫 書籍的庫存 或書店 Store賣書的 Store是存機 存的書當然是要賣賺錢的 我們看一下英文版就知道他這個到底是不是錯別 那我們 回到英文 然後 完了 那如果他有限制我們就會 那個 給他購買了 可是不能這樣一直 不過這是Google他應該不會全部PO出來吧 所以他是getting started 這沒錯啦這個起風排版 小抽多了一個半型空格 Check one Content Intellative class 就是類別簡介 TheBookstore Program 對不對 這個程式 然後這一章的總結 Define terms 被定義的詞彙 被定義的詞彙清單 內容是定義的詞 對於詞彙的定義 我們義界的詞彙的詞彙的回覆 他後面有一個簡介在中文又翻出來 Aftain 接下來這個 接下來這個 學習新城市語言的唯一方法是撰寫程式 一定要去撰寫 Our store keeps a fire 是不是中間有略調 是不是阅讀限制跳過去 是不是阅讀限制跳過去 对 嗯? 排版稍微不一样 再 第2項 這是我們中文的第2頁的開始 他一直到這裡detail 就是取名 對,沒錯 到這裡是我們中文排版 他是排在這一頁 接下來 應該沒有跳過去 Google都開放了 我們就有版權問題 是他的事 所以他這個分成定義的事會不對 不恰的 本章介紹西加加主要的基本元素 類別、行別、type 注意行 然後類別 他都是別 只是一個行、一個類 加個別就是白話文 湊成一個複数詞 其實有時候你想想看英文 他也是用一個字來命名 對不對? 我想他在他們的母語系統裡頭 他們也是會有時候會有點混亂 可是混亂中又不亂就是 他反正就固定用這個字 可是中文就不是這樣 一下類別、一下行別、一下類型 對不對? 剛脆就用一個形嘛 為什麼 一定要湊成兩個字 甚至兩個字以上 然後每個人湊的不一樣 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看中文有問題 再看英文 變數 variable 意思算是expressions 數據 他的statements 都是複數 都是科數名詞 functions 過程中 其實這些 除了行別之外 都是class裡頭的成員 member 都可以成為class的成員 數據不能當成員 成數式 statements function expression variable 應該都是類似成員 過程中我們會簡短解說如何編譯並執行程式 讀過本章並做過習題後 你應該就能轉寫編譯及執行簡單程式 你看就那麼簡單 寫程式有難嗎?不要怕 就像我們學倉解打字 剛開始你也去不適應 你看我讀國文的我也不會覺得我變扭啊 就看你有沒有心啊 人家是後患無窮 我們是後樂後福無窮 你有了這個技能 以後你知道你就吃香了 不肯隨你 我寫理念的例子 我自己本身我同學 在現在服務的幫助的那個黃培隆老師 我做做理的 唉 他們假如肯自己學的話 何勞我們也許還比我們強 對不對 就不肯 那就沒辦法了 上我們會了 過程中我們會簡短的 如果本章並說 後續章節加持你懂得使用本章所介紹的功能 並且 會更詳細說明那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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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以後就翻得莫名其妙了 唉 好 然後這樣講 來啊 後續章節從哪裡開始 Later Chapter We'll assume 後面的章節會假設 後面章節會假設你怎樣 對呀 後面章節會假設你這一章已經學會了 有這個基礎了 And we'll explain this speech in more detail 然後唉 會假設你已經會了 所以這一次這一章節主要是簡介 後面章節 假設你已經會了 他會解釋得更清楚 怎麼會翻成這樣啊 後續章節假設你懂得使用本章 誰看得懂啊 你可以翻成後續的章節 是建立在你對北章知識有一定的了解上 然後唉 當後續章節用到這一章節的知識的時候 會做更詳細的說明 你看我講的從 我到他的那一遍 後續章節假設你 懂得使用本章所介紹的功能 並且會更詳細說明那些功能 他就是照英文照翻 假設 什麼後續章節假設 誰假設啊 不是章節假設 是人假設 是作者耶 是寫章節的作者假設 其實他寫成後續章節假設你 我們不是誹謗 真的 怎麼可以 尤其翻了 我們昨天看翻了那麼多本書的 已經 絕對是Espers了 專家怎麼會這個水平呢 阿彌陀佛 我先看我是 是他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Xpert 怎麼會翻成這樣的句子 他這個可以複製嗎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為什麼要用那個 因為我要最新的內容 因為我要最新的內容 怎麼會翻成這樣 學習新程式 設定就是信任的位置 信任中心 信任中心設定信任的位置 新增位置 Dropbox 一律信任 包括紙資料獎 有開啟就不會出現那個叫你 執行聚集的區塊 那有時候這個 沒有你看編譯就在complete 沒有出錯就可以用 然後 這一段 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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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原文是這樣的 這是經典的話,我一定要複製起來 這絕對是經典的話 人家說伯二法門,沒有捷徑可以走,一定要去write 學習程式語言的唯一方法 原文沒有唯一 唯一方法還寫標凱題 讀者已經知道,我們前面有簡介,看序言就知道 有啊,the way to learn 中文版是改成標凱題,沒有邪題 很棒啊,中文版這,好,我們都就是認識,這很用心嘛 這很撰寫程式,在本章中我們會編寫一個程式來幫一家書店 book store 解決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家書店有一個儲存交易名氣的檔案,每個交易都是單一本書 賣出多少本的販售紀錄 很好,因為這一本書也是書店賣出來的,對不對 我們也是從書店買,每筆交易含有三個資料元素 所以資料元素這個詞彙 data element 我們只錄關鍵詞 資料元素 資料元素 021s4 第一個元素 應該是資料的組成副分 應該資料元件會更好 我終於想起來這個內碼是2912 不是,2192 對,2192 資料元件 它裡頭有一些元件 你看它分那幾個部分 你可以看那個英文版 dash 還有空格格開 尤其是空格格開,dash它可能是一個書 所以是半型空格格開 等於是欄位的那個線 區格線 用半型空格 所以後面可能是價錢 中間是販售紀錄 對不對 賣出的是 第一個元素 ISBM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也是這樣 很好 中文也是這樣 國際標準書 A Unibook Identified 即書籍的唯一識別 第二個元素是賣出的本數 最後則是每一本的收出單價 書店老闆不時會查看這個檔案 並計算這個本 是賣出多少本 這裡翻的還滿順 像這本書所帶來的總收益 以及平均銷售價 為了撰寫這個程式 我們等還有看C++的幾個 基本功能之外 我們得知道如何編理和執行程式 寫輸入就是寫 讀就是輸出 使用一種資料結構 來保存資料 資料需要有一些資料結構 也是關聯是資料 扣類是這種 測試兩筆記錄是否有相同的IB 對啊 因為它重要的是Unique 是一個獨一無二號碼 不能 有時候可能輸入錯 要做這個檢查 包含一個迴旋 來處理交易檔案中的每一筆 View a loop 看一點中文 難怪它原文書好像比較厚 中文才八百元它原來好 對不對 content and loop 包含一個迴旋 我們這個程 這誰包含你看它都照翻譯 可以啦 前面已經說它必須主持前面有了 它必須這個它當然這個程式 必須包含一個迴旋來處理交易 當然重點 你看這個 然後這個英文版是it 來的I must 怎麼樣 對不對 連讀英文讀什麼都要找對主詞 原來它成千省略 有能力不好 再說吧 尤其對自己的母語這麼輕視 輕盡 我們會先看看如何用西加加解決這些 這些枝節的問題 它翻成子問題 We will start to review how to solve this 你看 子 他就直接翻子问题 就是知为末节 应该说不能说知为末节 因为变成贬义好像不重要 那知节的问题就很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称 我们是这样 这些知节的问题这一支两支三支嘛 这一节一段 节就段落 我们大陆还翻成字节 对不对 它翻成子问题 这是在页二这里 资料元素 资料元素它是在上一章吗 所以页二在这里已经没有了 这里都是页二 这里可以上去 页二 指问题我们就是 所以有中文 然后我这样翻也不好 因为我还是卡在英文的文法顺序 对不对 这些知节就好连问题都不要 对不对 知节就拜条议题了嘛 对不对 然后 我们会 你干嘛我们会先看看 如何解决这些知节 我们将 先看看如何解决这些知节 先看看如何解决这些知节 对不对 对不对 上述的各个问题就好了 上述的各个问题就好了 他用subproblem 因为他这个下一层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下一层的问题 英文文法是这样 英文文法就是这样 中文只要讲上述各个问题 只要讲上述各个问题 人的名字 意思都讲完了 表意不能照翻啦 然后 专写一个简单的C++程式 看他是用什么 他到现在都没讲 他是用哪一个程式编辑器 每一个C++程式都包含一个 或多个hans function 其中一个必须被命名为man 只有一个 一定要man 而且这个man是特殊字 所以他用初题 man 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 出题字 其实就是 function 就是斜题 觉得大家已经应该知道了 所以他用斜题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出题 重要实惠 man上一次大家见识过了嘛 我们再看一次 上一集 的秀给大家看 这个 他在 我们这个里头 这个就是man 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 operating system 会呼叫man来执行C++程式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man 除了灰穿一个值给作业系统 他什么都不做 return 0 0 所以他前面定义这个man 那什么呢 就不是void void 不传回任何值 所以他们里头没有return 空虚寂寞 空虚寂寞 谁就不传回字 这个 一个 哎 可是你看我们的他这个例子是 int 整数值 有没有跟这个不一样 你比较就知道 然后他没有static 我们前面才研究static 所以这个你就会读啦 一开始 他这里说 作业系统 呼叫man 一呼叫man的时候是不是就配置好一个记忆体空间给他 而且是固定 等到这个值应用程式整 这也符合啊man当然我们上一次也看到整个我这个 你看马上那个 我这也在做一个中断点 这个我们还没有还原 你看你点两项他会跳到这个错的地方 这个系统呢他会放右边 然后看到这个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中断点 跑一下开始 播放 应该这样 你看他 我的应用程式我关掉不要了 你看他才结束 所以是个绝对实至名归的嘛 对不对 他永远就站住那个记忆体 等到 一直等到我程式 就像我们上一次看到那个chrome Google浏览器那chrome 关掉他 哇一大杯那个才会消掉 否则他就一直站在那里 你也消不掉他 他才是记忆体怪兽 你这个看到这个英文那个 他举的例子 那这个就是return 有return 他这个没有return 那没有return 所以他是空虚的 怎么还没有读出来呢 不听话 我就用我这个 我喇叭关小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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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唸 void void 这大概是程式术语啦 不是真的英文里头有这个词吧 可是你看吃点油啊 我们再试一试 关小声 不会又是我那个 再试一试 有啦有声音 有啦有声音 有声音 什么事都没做嘛 他只做一件事传回值 有整数值 0是整数嘛 一个函数 INT就整数 Integer 一个函数定义 Function Define Definition 有四个元素 一个是回传行别 ReturnType就是这里的Intent 回传行别 注意啦 行别就是Type 行出现了 就不会弄混了 所以他英文叫ReturnType ReturnType ReturnType有没有 一个是 韩式的名称 叫Main 韩式 这个Main 你不能乱用的 西家家或西夏普 都是这个 这个作为这个城市的入口大门 他叫Main嘛 像台北车站 台北市的大门 叫Main Station 一个包在瓜糊 Paraithis 中可能为空 这Para A possibly Ampli Incurs a Parithis 包在 包在瓜糊中的那个 昨天点亮一下 可以今天 怎么用不下 欸 欸 是 是我们网路有问题 那不通勒 我还在我这里 不是 已经换 139149 编辑 这个 公用云嘛 然后这个是 Evailable 139149 儲存以后就会 因为我密码已经存 他那里就会 登登 就 没有 看他竟然还在 为什么这个还在 应该会被退出来死鸡了 再放掉 然后你看这个 这是圆刮虎 这是圆刮虎 Pare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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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后面的这个圆刮虎 我们讲过看到圆刮虎 Parenthesis 就是知道是 韩虎 然后方法 前面我们有看到 韩虎就是方法的别名 方法可能有点类似俗称 韩虎比较像学名 Function name 一个包在瓜糊中 可能为 空的参数列 那他这里是空参数 没有 就是他说 可能为Empty 空的 参数列 一个 一整列 像行列是这样 所以叫参数列 但是他是 用列来翻那个list 就参数清单 Parameter Parameter 哎呦 Parameter 跳到这来 怎么办 哦 还有这样 怎么回上页 哦啊怎么回上页 超连结 跳走了就 我真的很想买这本书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 Parameter 跳到哪里去了 跳到哪里去了 跳了好几年 可能对应到他那个 太多了 跳到哪里的 我只能买到哪里的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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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我都知道了 你看我還是那麼簡深一開始 韓式主體 韓式主體就是在 那個大瓜號花瓜虎中間的 就好像是叫body 它專業名字叫body function body 儘管man有其特殊之處 我們定義它的方式 與其他任何韓式都一樣 意思就是即使它是一個特殊的 再特殊的韓式 它定義方式都是一律平等一樣的 不要以為它特殊方式 韓式就有特殊的定義方式 所以關鍵的定義就是definition We define the definition是名詞 Function definition 在這個例子中man有一個空的參數列 以其中沒有任何東西的 Paraithesis 那個圓瓜虎表示 其中沒有任何東西 那第六章第二節第五段 文字 會討論 我們可以為man定義的其他參數類別 就是會介紹這個特殊的韓式 man 方式man man韓式必須有inter的回傳芯片 它是代表整數 它必須有的是錯 不是錯啦 它是在這裡是這樣 也許是C++一定要有 可是它主要是講它這個例子 我想不一定 像你剛剛看到我們C sharp那個程式 沒有說要一定要重回int int 必須有回傳芯片 它是代表整數integers inte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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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別int 是一個內建的 built-in型別 內建的型別 這表示它是該語言所定義的型別之一 該語言就是C++ 韓式定義最後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韓式主體 function body 我們叫function body the final part of a function definition 韓式定義的最後一部分 the function body 韓式本體 韓式主體 是由敘述乘數句所構成的一個區塊 一句一句乘數句 statement the block of statements 以一個左大瓜虎open 並一個右大瓜虎解鎖 open就打開嘛 close就是右大瓜虎 we can open curly braces 上瓜虎 上瓜虎 你也可以說是上瓜 curly b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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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and the ending with the close curly 對不對 curly 所以相對於open的就是 另一個右大瓜 它就換成右大瓜虎 close curly 就換成右 左右 或者前後 或上下 其實都可以 return 所以這一塊就是 function body 在大瓜虎 curly brace 中間 因為它有左右兩個 上下前後兩個 所以叫curly braces 已經是複數了 這個區塊中唯一的數據 是一個return 對 它是中指函數的一個數據 對我這個觀念 果然它直接就講是中指了 光看字面又來文學語言 或科學語言 科學語言它是回來嘛 回歸 或是大陸翻的回車 回車 回車 其實就是文言文 古文裡頭回嫁 回嫁 返家 對不對 回憶體 is a statement terminate 所以是return 其實就是terminate function 那意思 terminate 再一次return也會傳回一個值 給該韓式的呼叫者 cooler 當return函數包含一個值 所回傳的這個值 的行別必須與韓式的回傳行別相容 回傳的值一定要跟韓式的回傳行別 前面定義的 前面定義的 相容注意啊 不是相同 這很重要 I have a tie That is compatible 相容 又來了 中間 un 中間 總間 impatible 不是相同 所以前面我們有談論過那個轉型CAST CAST 用詞你看都要很謹慎 不是一知之差沒差 什麼都動轟先生 因在此Main的回傳行別為int int 而回傳的直是0 也就是int 請注意 就是前面輔助閱讀的 請注意return數據最後的封號 semicolon and return semi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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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號其實就是我們寫作文的句號 句話一個陳述字結束了 封號標示西加州大部分數據的結尾 statement的end 他們很容易被忽略 若被忘記 就可能導致神秘難解的編譯器錯誤訊 神秘難解 等到你編譯器發生錯誤的時候 所以你用這個ID整合式開發環境 你看你忘記加個 我們先結束 也忘記加個分號 他馬上就給你出錯了 必須是 有沒有 必須是分號 紅蚯蚓有沒有 算是 你看停在這他也會提示你 是這個意思 他如果停在這他必須是分號 所以不一定要編譯啊 還沒編譯這個才是編譯 開始就開始編譯 那他那個開始就是呼叫編譯器來編譯你寫的寸詩 這個指令 神秘難解 他的英文原文是什麼 When forgotten can lead to mystery compacting error 真的翻得不錯 這裡 通常這個是mysterious 就是神秘 寫妙 都不能選 myst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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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特文回答是 其實用神秘方還是怪怪的 神秘難解 在多數系統上從man回傳的值 是一個狀態指示器 回傳零表示成功 所以他是要多數系統上從 這個man傳回的值是一個狀態 就是執行的狀態 他這也沒有講是什麼狀態 對不對 Termal of Ling indicate 所以他是indicator indicator indicator 會indicate 這是動詞 這個名詞 但是 靈文也是自行結構 換部手 自行結構 兼音役 傳回靈就表示 自行成功 非靈的回傳之指則是由系統所定義 一般來說 非靈回傳指示發生的錯誤種類 關鍵概念 形別 這當然很重要 type 形別type 是程式設計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也是在本書中會一再出現的一個概念 一個形別所定義的 是一個資料元素的內容 注意啊 資料元素剛剛有出現過 A type that defines both the contents of a data element 資料元素 and the operations that are possible on those data 一個形別的定義是包含了 他資料所含的元素元件是什麼 然後他可以執行的運算又是什麼 我們的程式所操作的資料 所存在變數中 每個變數都有一個形別 當名為V的變數是形別為T 我們通常會說V有形別T 或者可以互換使用的V有形別T V有形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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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怎麼會T V怎麼會T呢 兩個不同的東西 兩個不同的東西 這就類似那個比喻法 裡頭用式不用如 對不對 叫暗語法 這也是暗語 暗中表示你懂 我說V是T 其實你應該聽懂 不是V等於T 是說V是T 這種形的資料 它這應該是 它這應該是翻成換句話說 它這樣翻成什麼 或可以互換使用的 然後這樣 葉山這裡 亂七八糟 下面有跨屋啊 換句話說 它會自動幫你加大寫 你要按CtrlZ環 換句話說 或是換個一個 一樣啦 換句話說 就可以了 換一種方式表達 這個意思是這樣 intel就互換 這兩種方式表達式都可以 編譯必執行我們的程式 寫好程式之後 我們就得Compine它 編譯程式的方法取決於你的作業系統和編譯器 Compiner 要了解特定的編譯器 如果是運作請查閱 參考手作或詢問知情的同時 PC上的許多編譯器都是從 ID 剛才我們提到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Inter-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就是從整合開發環境中實行 它們內含編譯器與建制 用和分析用的工具 它們內含編譯器與建制用和分析用的工具 這些環境是開發大型程式時 大型程式時的絕佳資產 這些環境應該這裡要翻成條件 因為具備的這些工具所組成的環境 環境是結果 這些工具要條件 Condition 這些環境是開放大型程式時的絕佳資產 但要學會如何有效應用 得花不少時間 學習如何使用這種環境 疑人超出本書 所以它不會介紹 ID怎麼用 大部分 我這裡圈起來 ID 原來它不介紹 大部分的編譯器 包括ID內附的 都提供命令列介面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你看我們這個 我安裝的 就Confirm 這是我的 到我學校的 我把他拉一些 你看 怎麼看 Development Command Prompt 這個就是命令列 它這裡叫Command Line Interface 它這裡是Command Prompt 它這裡是Command Prompt 甚至是Debugable Package 就好像我們一般 你叫出這個 現在Windows的是這一種 可是還是可以叫出以前的一種 好像有人叫做UndoShift 用以前的 現在是改這一種 除非你已經會用ID 或者你會發現 從命令列介面開始走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命令列介面 當然 我們習慣已經直接進入IDE了 真的 Doing so will let you concentrate on learning 西加夏 FIRST moreover You may find it easier to start with I'm in line interval 這麼做可以讓你先專注在學習西加上 要分心去學ID 我去年2017學西下 就雙管西下 所以才吃虧嘛 可是還好啦 你看我前面那個實驚秀就包括學Visual Studio 唉 所以就分心出去 可是那時候學現在就不用學了對不對 所以人生的得失你多少 此外只要了解語言部分 IDE對你來說 就很可能更容易學習 所以先學好語言 IDE可能就水到其成吧 他意思大概就這樣 城市原始碼檔案命名慣例 原始碼的英文叫source file 原碼 無論你用的是命令列介面或是IDE 大多數的編譯器都預期你把城市原始碼source code 存在1或多個檔案中 source code 這些 檔案 城市檔案通常被稱為原碼檔source file 我剛剛用一下 source file 在多數系統上 原碼檔名稱會以一個 會以一個後綴 suffers也會 suffers 這會是一個句號 period 後綴接著 1或多個字圓 characters 這後綴高速系統 該檔是一個 C++程式 不同的編譯器 使用不同的後綴慣例 最常見的包括 0.7c.xs 不能用加號 0.cpp++ Xx是什麼意思 0.cp 可以想像就是 0.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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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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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4 4 5 3 3 5 如果我們用的是命令鏈接碼 通常會在一個主控台視窗 Console Window 例如UNIX系統上的Share市場 Windows上的命令提示支援市場 命令提示支援市場現在有改成什麼 Share Power 而且還加了PowerShare 這個大概就超UNIX系統來的 UNIX系統就要寫 中編譯程式 Console Window 適合我們的My程式為一個名為Project PROG1 它大概是Program 它大概是取這個名字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命令來編譯它 一個前號 一個命令要學啊要實際的 常用才Program TC 所以它是意思就是我要用CC的語言去編譯後面這個檔案 前號可能就是一個關鍵的一個符號 其中CC指的是編譯器對嗎 而S這個前號是系統提示支援 System Prompt 編譯器會產生一個可執行檔 Executable 在Windows系統上這個執行檔名稱會是Project Program1 Executable Unix編譯器 通常會把可執行檔命名為Aout 要在Windows上執行一個可執行檔 我們只需提供執行檔名稱 而且可以省略延伸檔名 Fire Extension就是副檔名 它竟然翻成延伸檔名 它是中國人嗎 它是台灣人嗎 漢語環境是 真的 它翻了那麼多本書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只要512A那還得了 這個是 它翻成延伸檔名 怎麼會這樣翻呢 命令提示字元 它也是用 系統提示字元 SystemProm 在某些系統上 你必須明確指出該檔案的位置 即使檔案位於目前目錄或資料夾中也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輸入 一個小處點 一個反斜線 一個小處點 一個反斜線 後面接著一個反斜線 backslash 的 點字元 表示該檔案位於目前的目錄中 在Union上實行一個可執行檔 我們使用檔案全名 包括副檔名 延伸檔名 延伸檔名 如果需要指定檔案位置 我們會使用後面接著斜線 的點字元 forward slash 來表示我們的可執行檔會於目前的目錄中 也跟這個Windows系統剛好相反 也跟這個Windows系統剛好相反 從Main回傳的只可依隨 這系統而變的方式取用 在Union Windows上 執行程式後 你必須發授適當的 Echo命令 在Union下列 命令取得狀態 Echo 要在Windows系統上檢視狀態 就使用 ERROR LEVEL 打百分比符號 EchoLEVEL 執行GNU 和Microsoft 執行G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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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Microsoft Vidual Studio 執行GNU 執行GNU 所以不是前面那個cc 前面那個cc他不是真的命令 他只是說那是name cc指的是編義器 所以他原文英文是name 編義 所以你要給他++ g++是gnu g++ pog1 pog1 cc 這裡的這個是系統提示字元 是編義器的一個引數 argument 引給他的數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參數值 你要給他這個引數讓他填滿他那個參數值知道他要做什麼事 前面我們討論過參數和引數的不同 parameter和argument不同 引數就把這個數值引渡給他嘛 牽引給他 指出要放可執行檔的檔案名稱 這個引數的作用是指出要放可執行檔的檔案名稱 這道命令會產生一個叫做可執行檔 可執行檔是沒有後綴 可執行檔是沒有後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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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後綴 前面有提到後綴是suffix 就是副檔名嘛 在Windows 進到後綴是suffix 如果省略那個的話 編譯器會在系統上產生一個名為Aout可執行檔 Windows下則是一個A的檔案 這是因為GNU編譯器的規則 你要用他就要用他的命令規則 注意取決於你所用的GNU編譯器版本 你可能得指定 std等於C++ 開封對C++11的支援 那他這個旁邊應該要加一個C++11 對不對 他前面說他旁邊會有一個logo 會有一個圖示 對啊 他那個前面那個圖示 他是用什麼英文名字去 順便我順便要看 他可不可以開新視窗 絕對不行 目錄 這隻大小 對啊 不能開新視窗 唉 很麻煩 要用複製嗎 我不想離開現在位子 你看他 他會說我有這個圖 Alice Morgan Icon 圖示 系統裡頭也有叫圖示板 Icon 這個是邊界的意思 編記一個圖標圖示 邊上書旁邊 中文叫書眉 書的眉毛 有沒有 因為橫式的書眉就在左右 直式的在上面 對不對 那我們原來中文說是直式的啊 所以上面那個空白書叫書眉 那旁邊的空白就是這樣延伸的 旁邊好像沒有特別講是什麼 就是書眉 大概就是書的邊邊 不一定 尤其中文喔 你看那個古裝書它 裝定的時候 那空白處它通常都裝定線 都是裝點的地方 所以它不會有 旁邊的空白 最多可能有中間的空白 線裝書以後特別是這樣 就是它還在用2010 我們 我在荒浪師那裡裝的 我之前跟那個SYZ買的 它那個擴解 也可以算倒板 它就是賣很便宜的 所以也還好啦 它也是在脫離 它主要就是讓我們這些 買不起的 或者有機會練習這樣 然後後來 你看那個Microsoft 它就是有開放的 有community 相當於professional的那個功能 功能 就不需要這些破解 以前那個2010那個都超貴的 其實說超貴也還好啦 那幾千上萬嘛 有時候可能高等的 可能好幾萬可能都會有 那就整個超 上萬真的已經快要吃不消了 所以如果你是用命令 其實之前要輸入這一堂命令 user me program c1 這點秘密都是要死廢的 沒辦法 這是編譯並執行我們的層次 在此 userme program 是系統提示列 那userme program 是目前目錄的名稱 目前資料講 是系統提示列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就知道它的講 你看它 這個window 8 還是叫命令提示支援 可是 哎呦 那不能用 Window 10 就改成powershare 這個就是他講的 she userme 我的帳號是me 系統提示列 所以我們還要加入program program 可見它在program下面有一個 執行檔c1 對不對 cL命令會調用 所以它不是c1 然後是cl命令會調用編譯器 而 ehsc 這裡可能是有分大小寫 是編譯器選項 compinal option 用以開啟標準例外處理 standard assception 和 handling Microsoft編譯器會自動產生一個名稱 可執行檔具有後退 yes 而且名稱與原馬檔 檔名像頭 在此例中 可執行檔的名稱為 在此例中 它取名卻叫cpp 有沒有看到 hoburn1 它現在改成cpp 很可怕 xχ 墨沙 hoburn2 变异器通常会有一些选项可用来产生警告 点出有问题的地方 使用这些选项通常会是好主意 使用这些选项是很好的 不要好主意 一个字一个字去翻 能够使用这些选项是很好 或者很有利的 这不是跟中国人讲的话吗 好主意是好主意 哎呀真的是啊 哎不行啊 翻了那么多页 哇已经五了 翻了那么多那本书怎么国文程度这个样子呢 不对 good idea 翻成很好的就好了 翻成很好的就好了 很有利的 他都照那個去翻 這樣做是很好的很有利的 我們偏好使用GNU編輯和Microsoft編輯的 他的正斜線的英文名字是forward 反斜線是back forward slash backslash 那他仿斜線把它backslash 中間不空格 中間不空格 那這裏會中間空格嗎 forward slash 真的耶 forward slash 他去空格 這就不是他的問題 不是中文翻致 練習1、2 把程式改回 改成回傳1 回傳值 負1 經常被用來表示程式執行失敗 重新編譯再 並再次執行你的繩子 看看你的系統如何處理 來自面對 這種錯誤失敗時 指示範 identify 看看你的系統如何處理 一定要做啦 做不行 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說我們愛用的這個 程式編輯的是 nopay nopay的++這個來寫 Ctrl N 新建一個新的 那就是 剛剛int 所以你要打 否則你現在都不知道從何打起 你看我就知道 man 然後 他沒有參數就這樣嘛 然後有一個 然後中間只有一個 return 0 對不對 記得要加那個 分號 這句話講完 那我們 是這樣 他前面剛剛那個例子 是這樣 都可以啦 我們看你這個 Curry braces 要怎麼寫 花花虎 這樣我們就儲存 儲存成 那個 本機文件就好了 我們儲存成什麼 還是要儲存成program1 然後 no more test 不能喔 這裡不能選 你這裡要選什麼呢 C++ by Source by Cppco 我們就CC 先用CC 他前面那個例子CC看看 好 然後用命令提示字編 然後 他說這是目前所在的 文件位置 我們可以到我 文件這邊 順便學一個東西 文件這裡按右鍵 這裡看不到 可是按住Ctrl按右鍵 有沒有 按住Shift的按右鍵 有 在處處 起命令視窗 就可以這樣 可是你這裡他沒辦法執行 那個程式 目前所在的位置 他不要講都可以嗎 查閱你 編譯器的說明文件 查閱你編譯器的說明文件 找出他所使用的檔案命名慣例 我們現在是做最後一句嗎 編譯並執行前面的man 我要怎麼找出編譯器的說明文件 奇怪 命名慣例 我這裡直接這樣可能嗎 我如果是用 前號 PROG++ Io PROG1 對不起我們剛剛那個是PRO 文件有那麼多東西 博士這一個 博士這個文件 是這個文件 本機的 單注SHIFT 我不信這個路徑也可以 前號 G++ Io PROG 他沒有加1 這個是你要命名的檔名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來源的 來源檔SOS1 看吧 不是內部或外面可以 所以這一定要 換地方啦 怎麼可能在 隨便一個地方可以執行 通常是這樣 你看 試試看 G++ 你看 不是內部或外面的 所以這個路徑也不對 他一定要在 PROGAME下面 對啊 他這個沒有講清楚 奇怪 那我這個就要給他 移到那邊去了 C++ 原來這裡寫++ 原來他 C++的檔案是 把移到 PROGAME下 可是他是 UseMe其中 是系統提示列 UseMe是目前 目錄的名稱 M M M 好,等一下,我們先 這裡先不改 一樣 我們改用Visual Studio,一開始就碰壁啦 要打什麼 CL 正斜線 EHSC PROG 1 CC 你看一樣啊 UseMeProgram 一定有問題嘛 這個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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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看也沒有啊 你一定要找出CLES 我覺得我要先找一下CL 慘了我這裏還沒有那個 這比較好找檔案 又有4萬元的嘛 他連7Z都沒有裝啊 太浪了 推薦給大家 這個找檔案很方便 第一次你要讓他做所以 我們等一下就找CL 那他應該是一個可隨行檔 那我們在等不及的情況下 C program 我們都不相干的 你看 假如是這樣的話 這裏也沒有CL 多打幾次 我們講的手感 也沒有 還有一個Windows 只有一個地方 太奇怪了 工具 他這裏可能有 明明提示自然 2017的就有 2015就拍檔工具了 這裏可能有 這裏可能沒有 用這個當然OK了 還沒好 好 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 編異器不知道在哪邊呢 我們這個把這個關掉 隨便開一個新的 可是我們用Console C++ 而且Visual Basic 其他語言還好 一般測試 主控台應用程式 Document Project 我剛好 that man來了 哎唷 真的勒 跟西夏佛 那個不傳回值,尤其是錶單的 預設都傳回零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他剛剛預設的嘛 那你這個 本機徵錯空巨 就是他編譯啊,你看他現在會開始編譯 錯清單 沒有 他就執行完了,剛剛不是跑出那個 你可以一行一行去給他 執行 你看 一開始就跑出那個黑螢幕 傳回值 你也不知道 除非你這裡有一個那個 讓他列印出來,不然你不知道他發生什麼 那其實這裡就已經編完了啦 然後你到哪裏去找 這另外IDE嘛,按右鍵 在總案通案都找出 那你可以看到debug下面 有一個執行檔 那這個跟西夏佛可能不太一樣 沒有啊 沒有執行檔 怎麼會 怎麼會 為什麼沒有ES1 為什麼沒有ES1 哇他 那個西夏他是在這裡頭下面 然後 西家佛 他是在 他的母 母資料夾這裡 同一等級的 這個有一個 debug debug 這個資料夾這裡 這個application 你看這個 這個不翻譯 這個翻譯 application就是ES1檔 副檔名字 ESE 這就是編譯完成 那如果把 程式值改為1呢 負1 像他這裡講 你看這裡會什麼 東西 網路又出問題 這麼巧 是 好 錯誤清單 有沒有 一樣一行一行 是什麼 這傳回負1而已 一行一行之行 這也不會寫在這 誒 你看 resolve 開始 傳回負子 做檢查 是 沒什麼 結束 還是沒什麼 這裡是這個 初始化 initiate initiate 檔案 ini 還是沒什麼 那怎麼說 把程式 把程式改成回船 故意 回船的值 故意 重新變 並再執行你的程式 看看你的系統如何處理 來自 man的這種錯誤失敗者 完全不知道 剛剛我們那個好像好 啊 啊 聽到工作列 然後 聽到開始畫面 傳到桌面 這不行 所以 他這裡有一個說要match hover 有 所以要在這裡啦 然後他另外那個是什麼 機家家 有嗎 要在這裡 路徑不對 所以他說 是不是 像他這個那麼好 有一個好玩的 我如果把這個變異器喔 看可不可以給他複製過來 對啊 那文件 貼上 對不對 然後我這裡時候我再 剛都關了齁 再實行他剛剛的 他是前符號 可見他那個前面那個 命令提示資源 系統提示資源 應該是那個才用的 GNU 編譯器才會用 然後 不是外部或內部惡應 可執行的程式或異制檔 奇怪 難道一定要在他那個下面嗎 你看他是ProgramData 然後 我們用這一個好 Devatable 在這 然後 Ctrl Shift 1 他這裡左邊就會跑出這個字狀 他在並這裡 有沒有 再按Shift Hit 滑鼠右鍵 開啟命令 然後我們再一次 G++ 至少要不一樣的錯目 還是這個 不是前號 前號 沒錯啊 還要什麼 不號 不是內部 貨壞 MV 所以 系統提示資源 系統提示資源 該不會是前面這個不要吧 真的 所以他說 前面的前號是 系統提示資源 後面又說那裡是系統提示資源 關閉層次應該是他不在這個位置上 看看那個英文版 選擇資源 但是 好 我只要說 你會看到 後面的例子 是什麼 所以 我只要說 The name of the current direction is the system point The user的意思是說這裡後面這一段才是這個目前的路徑 那前面這裡應該說是提示字圓 所以它這個S不是叫我們 你看都講不清楚 英文也是 不是叫我們打S啊 不是叫我們打前途 你看 Installation problem cannot escape C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所以它 沒有這個 CC plot 那就要像他說的難道要反斜線喔 找不到這個檔案嗎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奇怪 有啦 變反斜線 至少不是剛剛那個問題了嗎 那如果我把這個刪掉呢 文件那個刪掉 PoGren1啊 對啊 CC啊 副檔名是CC嘛 對啊 你看 刪掉它就說沒有那個 敷衍刪除才行 現在就是這個的問題了 Can not execute CC 1 plu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沒有這個路徑 也許這個是要整個檔案的位置都要 對不對 咦 No such file 那就是全部要在照達啦 入境這部分大小寫 這樣啊 還沒有 還沒有 Documents Documents SSZ3 USER USER 全檔名都打出來 全路徑了 該不會這裡也要打 該不會這裡也要打 啊 現在沒有什麼 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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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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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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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這倒是成功 沒有產生 他沒有問題可是也沒有產生那個啊 啊 少一個正斜線 forward 還是沒有啊 cl 斜線 e h s c pro pro 1 cc 奇怪 為什麼都沒有呢 啊 把這個 所有檔案顯示出來看看 也沒有 欸欸有了 哇 還是沒有 我是懷疑喔 他都沒有 對一個圓馬檔名的可執行檔啊 嗯 就沒有啊 PRO Program 1 也沒有錯誤訊息 到底是怎麼樣 對不對 嗯啊 放棄啊 所以GUNG++ 就是GUN編譯期 路徑很重要怎麼可能像他這樣 完全他那個前號 什麼命令提示字元 系統提示字元 不提到 只有什麼 一個小數點 很邪線奇怪 Echo 這要怎麼 哇真的光看他這個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怎麼弄 接下來哪一行是Echo嗎 我都懷疑Echo ECHO也是一個可執行檔 還真的咧 還真的咧 嗯 我們連COL和G++ G++都沒辦法 執行正確了怎麼會 有趣的是為什麼 有趣的是為什麼 他說沒有問題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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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那我都到這個病這裡處理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對啊 應該要 那個複製過來 LD 那麼多 LD一定這裡都有的 你看吧 那我乾脆在這裡好了 我要補的東西那麼多 我們把那個文件的那個 東西貼過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機價加 然後 然後 這個 Hogan1 然後 Hogan1CC 就出錯啊 那我都背起來了 機家加 這個 Hogan1 Hogan1CC 今天這裡 Hogan1CC 至少不會像剛剛那種無法 執行缺了什麼檔案 你看看機家加還有哪些機家加可以用 這裏機家加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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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都差不多 我們找一個一個來 好看喔 這個 好看喔 好看喔 系統管理員才能以 接下可能也是 POP跟DATA這裏可能都新的 好看 這個不用 所以我們用複製的也好 他教我們先找出編譯器 編譯器的說明文件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結果我們不聽話 不聽老人眼癡會在眼前 這裏有readme嗎 連text都還沒有決定用怎麼開 對呀,這JUN General Public License JNU就是這個 GNU 第二版 應該就是這裏的沒錯 Hackman Example, Help File Edit 喔 這不能取消啊 這不能取消啊 對不對,Devator Pub 是讓你去編譯的 7++ Hell Hell 應該就這個東西 這學校裝的嗎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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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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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範例 新加的project icon rc rc example Hell language lng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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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前切破 IoStream程式庫定義了四個字 定義了四個 物件 要處理輸入 使用型別為Istream 名稱是 CRN 念作 Syn 一個物件 這物件被稱為標準輸入 對於輸出我們使用 念作C out Sout C out C in C out 就念C in C out 斷句斷在C 這個字母後面就對了 C out C out CL 這物件也被稱為標準輸出 這層次部也定義了其他兩個 Ostring的物件 叫做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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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是用被稱為標準錯誤 SEER 也發出警告和錯誤請求SEERRO 用來記錄程式執行過程中的一份子 通常系統會將 每個這種物件關聯至 程式在 其中執行的線上 所以當我們從CIN 讀取 資料 就是從正在執行該程式的市場讀錯 程式在其中執行 CIN 翻譯有問題 DATA READ FROM THE WINDOW 對啊 程式是從這個視窗 在作用中的視窗 在執行中的視窗 CIN 5 我寫入 CR 何需寫入 輸出就會被寫到同樣的視窗 CIN 5 這裏為什麽用個Window Window是要有表單或者 CIN 5 奇怪這是 這裏說是多經典 我才開始看了 我們就覺得好像有一點 怎麼是完全入門的呢 好像要講得很清楚 我們這種真的一張白紙的 是蠻吃力的 我覺得有很多問號 看到IO程式庫的一個程式 在我們的書店問題中 我們 有多比想用來計算總和的記錄 舉個較為簡單 且相關的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 如何加兩個數字加起來使用IO程式庫 我們可以 直接講成IO程式庫 其實是IOStream程式庫 我們可以擴充我們的 MAN程式 讓他提示使用者提供兩個數字 然後印出他們的整個 Extend 擴充 擴展開啦 展開 include 你看馬上 他就一個警號加include IOStream 所以這就是程式庫的符號吧 腳括號 include可能就是要用 程式庫的關鍵字 那這還是原來的MAN那個 MAN ST CODE Enter TrueNumber ST D N N N STD 一定是Standard的 Standard library的簡稱嘛 前面提到 標準程式庫的簡稱 Standard 就這個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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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可能這個就類似小數點那個意思 這是程式庫里頭的這個物件 大概就是表明這個意思 Ambient 輸出這個字雙說出什麼事呢 你看它裏頭還有一個AND AND1 AND1 它前面卻沒介紹AND1是通號 COUT C LOCK C IN 這個定義變數 V1等於0 V2等於0 初始化這個一個數據 原來它還可以兩個變數 這個好像 C下不能這樣寫 兩個變數那個VBA倒是可以這樣 同一行寫在同一行 STAND C IN XO 又進來這個東西這個東西 STAND C OUT ASON OF THE C AND THE IS 這個兩個這個很重要 就可能是配合COUT吸引的那個運算值 這個叫這個Standard End 你用程式庫玩的都要End 開頭就要講你要引用什麼握件 就Return 執行完的就Return0 Return0個音這個嘛 就表示我執行成功 This program starts by print Enter to member 等使用者輸了 等使用者輸了 On the user screen And then wait for improve from the user If the user enter 37 Following by a new line 37然後被跟隨的 後來就來一個 就Enter新行 Then the program produce the following output The first line of our program Include Iostream Till the compiler 编濑器 We want to use the Iostream library The name Include Angle Angle bracket 這就是Angle bracket 叫瓜虎 煎瓜 我現在用的是 英文版 英文版 Fruit Till the Fruit G 我都直接看英文的算了 我都只要記得 它是一個項目的 我都會稱呼我 每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都可以把項目的項目 和項目的項目 都可以把項目的項目 如果使用Library,OscalitonMust increaseOscalableHeader, IncludeDirectMust, Include the directive must be written on a single line, the name of the header, and the include must appear on the same line. In general, include the directive must appear outside any function. 不能在 function裡面,就是大發號以後, 點形的,點形也有形字,type都更新, 所以我們會把所有的Include指示都放在原始檔案的開頭, 一開始就叫compiler,說我們要調用哪些層次庫。 Bide to a string, the first assignment in the body, a man executes an expression, the first assignment i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operands, and usually an operator. The expression in this statement uses the output operator, the output operator, the output operator, to print a message on the standard output, Clear here to view code image. 這是一個硬扇子,兩個小魚,是硬扇子沒錯。 ST,CR 這個硬扇子, 這個硬扇子, take two operator, operator takes two operator, 它是帶著兩個硬扇源,operand, 左邊的,the left hand operator must be an all string object, 左邊的一定是要是輸出的, 這個形別的物件, 西奧就是輸出形別的, 那它是屬於這個層次庫,應該是這樣用, 它現在還沒講ST,第一次, the right hand operator, the right hand operator, is a value to put in, 所以這個是一個print的operand, use an output operator, 輸出的一個運算值, 輸出的一個運算值, 看都不用看中文,還比較了解, 不要再為那個名詞搞半天, 買英文版太看不懂, 買英文版太看不懂, 最後還是看英文版, 中文的景奏參考, 中文的景奏參考, 哈哈哈哈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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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來, 不要讓它出名聲音, 這裏一定是, 所以它是輸出out, output,operate, 左邊一定是這個型別的物件, 所以這個是這個運算值的一個限定, 這裏, 我們查一下, C++, 你看, C++都有, C++運算符, 重載輸入, 重載輸入, 輸出是左邊, 輸入是右邊, 操作, 它是翻成操作, 這家的移法, 這家的移法, 你看它又是用, 又是用那個什麼, 簡體的, 明明就設定這個啦, 哦, 這是中文, 我差點忘了, 那官方文進來, 說出是小魚, 對啊,左移右移運算值, 這叫, 左移右移運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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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shift還很left shift, the bit wide, 這不是啊, 啊, 啊, 我跟妳講, 他可能是那個, Standard, nevory程式庫裡頭的東西, 對啊, 他不, 他前面講過, 這個是C++裡頭, 語言, 其實他叫, C語言, C++裡頭, C++裡頭, 這個是標準程式庫, 標準程式庫, 這個是標準程式庫, 標準程式庫, 標準程式庫, 定義了, 應該是, 啊, sender, 不, 還是左移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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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印出來的字是什麼, 是要印出來的字是什麼, operator writes, 把這個給予的指寫到這個 AllString這個型別物件上 The result of the output operator Is its left hand operator The result is the 這個運算結果它是這個型別的 AllString 我們唸out 輸出 On which we wrote the given value All output statement Use the operator twice Because the operator Return is left hand operator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operator becomes the left hand operator Become the left hand operator As the result, we can change Together output required Requires The expression is Equivalent Equivalent To Enter 2 Number Each operator in the chain It has the same object But it is left hand operator In this case The alternative We can generate the same output Use2 statement C1 C2 Each operator C2 C2 C4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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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學習下播也都看英文原文的 這叫字串字面子 翻成字串字面 Reach is a sequence of a character 前面有提到這個字圓序列 Reach is a sequence of characters Enclose in double 被兩個雙引號 Quartation marks The text between the quotation marks is printed to the standard of 這些文字是 被印到那個輸出 標準輸出上面 The second operator prints E-N-D-1 which is a special value caller 對嗎 終於解釋在E-N-D 一個特錯的詞 這個詞叫做 Manipulator E-N-D-1 Writing E-N-D-1 as an effort of ending the current line and flush the buffer association with that direct 方前航幣刷新 與該設備關聯的緩衝劇的效果 操縱者 這個 這裏是翻譯成 操作符 Manip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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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N1 排著有這個效力 結束一個線 這個所在的這個行 Flash Buffer 刷新 並且排行Flash 關於裝作的環境 結束行 Flash Buffer ensure that all the output the program has program as generated so far is actually written to the output string rather than sitting in memory waiting to be written 刷新他確定他已經輸出去了 不要留在記憶體後 等著被人家寫 被人家寫 那個字換掉 被人家覆蓋 Morning programmers often add plain statement During debugging 使用 刷新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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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的 可以清智六秒 如果程式DOWN掉 Crash 在什麼時候HIGH在哪裡HIGH 它會 輸出可能會留在緩衝區中導致推出認出來的程序 所以故障點不正確 Mental Incurite Inference About 這分的還不錯 有人出來程式故障點 這種數據應該總是排清 總是排清資料流 所以它為什麼要加個 Standard Library的雙號然後End1 就是要把它排清 要讓它殘留在那個 現在是標準程式庫的名稱 終於要了 講這個Std Use name from the standard library Careful Readers will 用心的讀者 應該 就細心的讀者 Wall know like this program use standard 對啊 And 就是我嘛 變得人家 加式 See out and see you 那個 End1 E1 E1 一定是 標準程式庫 End1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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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1 E3 E3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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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E4 E4 E5 不是N1 Ostring 操作工具 Ostring Ostring 剛剛他有說 我是程式庫 才是include加個腳關號碼 你看 這叫他剛剛的操作工 Manipulators 操作工 Terminate Line And Flushed Buffer And S Terminate String O 這個L 是Line的意思 End Line End String Flushed Buffer 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 Defined Temperature Operate Operate 對嗎 原來在這裡寫這個Operate 因為它是Ostring Operate Write aValue tab Write aValue tab Click as Basic 就是在這裡 這個叫 參考資料 語言參考 程式庫參考 C指定 C指定階段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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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加壓標準層指固參考 U9中的C加假 這個我們加過 還是後面這些參考是要 你看我 M號語言西家家 美酒中的西家家 後面就有參考資料 語言參考,城市庫參考 裏頭的標準 執行階段成功 西家家標準城市庫參考裏頭的 西家標準城市庫真好 別帶器 用其演算法 韓式物件 Ostreet城市設計 IoStreet城市設計 標準城市庫標頭 標頭檔 Header Ostreet 標頭檔 Ostreet 標頭 J partie Van Ostreet Ostreet Pan sht B rept 這是一個標頭,那麼的城市不盡在每個城市 我必須引流 它這裏翻的還不錯 可是我們剛好看,英皇看上 它是在標頭那裏 標準城市或標頭 就這一個 所以一定要理解,不要死倍 剛還要N1 由於印象指印出 N9 叫做Manipulate Manipulate 操作 我就看這個好像是一個手 自信結構裏頭有手 Manipulate 好我們繼續 用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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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的圖書 我們就唸N9 R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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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在標準層次庫 都是在STD這個命名空間 STD不是 他其實意思應該還是Standard 不過他這裡跟標準層次庫不是等同 他就是命名空間叫做STD 命名空間讓我們避免所定義的名稱 當程式庫中相同的名稱不慎產生衝突 標準程式庫 定義的所有名稱都在STD命名空間中 程式庫錯了 使用命名空間的一個步驟用 當我們使用來自程式庫的名稱 必須明確指出我們想要使用來自 使用範疇運算值 範疇運算值就是兩個冒號叫範疇運算值 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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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使用定義 命名空間 STD中的名稱CR 第三章第一節會展示 取用程式庫名稱更簡單的方法 3.17 3.17 瞄一下 標頭不應該包含牛型強調 討論 2.17 w1.18 水 2.15 1.18 2.18 2.18 3.20 2.18 6.18 8.1 3.19 1.20 2.19 我没睡觉 读取一个资料流 向读使用者请求输入后 接下来我们想要读取那个输入 我们先定义名为V1两个变数 我帮我来乘放输入 所以没错嘛,它两个变数可以用逗号分开 我们将这些变数的形别定义为int 这是代表整数的一个内建型别 我们也会将它们初始化 initialize为0 等于0就是初始化 等于是设定值的意思 把右边的值设定给左边的变数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变数 就是在创进该变数的同时 录他所指示的 初始化 下一个数据是 下一个数据是 C印 输取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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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输出运算值 类似他接受一个 iStream 作为 其左运算源 以及一个物件作为其右运算源 注意是物件啊 他从给定的iStream 读取 资料 并将所读到的东西出生在给定的物件中 输入运算值 输入运算值会拆 传起作 运算源作为结果 运指这个运算值 等通运 输入运算值 输入运算值会回传其作 我们可以结合一系列 书入请求成为单一个数据 他使用结合翻这个 前面是用串联 我们将输入请求 連串起來 串連連串 他這裏是用結合 We can Combine 他這裏是用 Combine 他翻成結合 I seek our input We can into 成為單域請記 單域數據 我們的輸入 輸入輸入 先讀去2個字 並將第一個 這個尺寸在 微軟移位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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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為什麼要換行 換行他就會換一行打 換一行硬嗎 還是只是程式太長了可以隨時換行 像你看喔 N9 因為他寫成一行所以這裡寫N9 所以這裡應該還是看程式一行字 他只是程式太長分了三行 可是實際上你看這裡分三行你看我們的中文版 他這裡1234可是中文版分幾號 你看 只有兩行 這兩行 我中指比的 不是比中 不是比中指 可見他分再多 他好像不需要 告訴別人去說我這是同一行 就像那個VBA VBA要加個這一次符號 西下跑好像換行也不用 這一次 對好像是喔 西語言可能都是 因為他有一個封號 是結束了 所以你中間換幾行他都是當成一行去 這裡行就翻那個Line 一行線 所以他最後是N9 你就讀成N9就知道 這分離最有趣的地方是 因算源並非全都是同一種詞 對不對 有些是數字 有些是數字 某些因算源是 字串字面詞 前面有提到 字串字面詞 String Literal 那有些是整數字 Integer 其他則是Int 以及估算的Evaluate Evaluate 印算石 比加 估算Evaluate 算數印算石 算數前面有出現過一個很難念的字 當然是我們能力 有 序言的第20頁 Evaluate Evaluate 接種內建的算數和正列行別 算數行別 不過那裡是行別 這裡是算數印算石 V1加V2得到的結果 陳氏庫定義了 負責處理這一個不同行別的 收入與收縮運算值 其實這運算值是陳氏庫定義的 那用文是什麼 這裡翻的又有點怪怪的 對呀 這一個不同行別的 你只能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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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定義了一種 應該說這樣可以變成翻譯說法 文本 應該說定義了 陳之庫定義了 輸入和寫出的 運算子 這些是處理 這不同類別的每一個運算源 有一種定義 應該翻成方式 規則 或者 邏輯 然後 好像用 particular font of something different in certain 方 an earlier font 好 好 應該說不同的模式 是 字嗎 我們不會今天第一章都看不完嗎 不行喔 不要拚拚 我們剛剛看預習了一下 前面帶的第一張 蠻精彩的 看了幾列 類別都還沒簡介到 圖不認識,輸入輸出 寫一個程式 在標準輸出 列印Hello World 我們的程式用到加法運算式 來相加兩個數字 寫一個程式使用成法運算 Multipulation 印出程式 我們將輸出寫一個 大型數據 改寫這個程式使用分開的數據 來印出各個印算 分開的數據 它不要寫成一個連在一起的串聯 解釋下列程式 片段是否合法 Cout the sum of 當然不合法 它打了太多的分號了 對不對 分號就結束了 G號 這不對啦 不能有分號 有沒有看到 人家都沒分號 只要 只要 你沒有分號你要換幾行都可以 對啊 這不是他 排版錯 這個 圓文他也是 他故意打分號 錯了 錯在這裡 然後 對啊 你看他這排就不一樣啊 他是中文的 可見你看他斷行 你看他這一塊 換我中文 這一看就知道 對不對 你自己讓個表 比較一下 有些 endline的那一盒 英文版的有 換一行新行 寫endline std 中文就 接著寫 如果這個程式是合法 他會做什麼 如果不合法 那是為什麼呢 你會如何修正 不合法 不合法啦 因為你假 到這裡 OK 你到這裡結束 可是這裡 他左邊沒有這個 他說左邊一定要是 這左邊是空啊 左邊一定是 要是那個 allstream的那個物件 allstream型別的物件 這也是啦 這已經結束了嘛 如何修正 修正就是把封號拿掉就好啦 沒別的 答案不知道在哪 Ct寫 對不對 他序仰好像也沒講 寫一個層次在標準說出 印出hello 有了 hello kitty 不是hello kitty 他網上看了 講過手感 我們就用那個吧 我們台灣之光寫了 那個 來了 要先 引進 你看手感很重要 include 腳括號 是什麼 他名字嗎 啊 iostream 他這個不知道應該有分大消息 他這個不知道應該有分大消息 接下來是 藏回一個指示 man 後面沒有參數沒有東西 然後 這裡開始寫了 因為你已經include了 然後這裡是 std 然後後面有一個關鍵的 cout 然後 後面有一個關鍵的 cout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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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 把這個 把這個 他要雙引號圍住的 運出來 運出來 這到空格 他寫了我空格 空格當中間隔 封號結束了 然後 用就可以了 然後 還沒完喔 這已經有了 std 然後 這裡你可以設 我這個是c++ 我用c++的模式 你存檔的時候他就會用那個 std 然後這個是endline 應該都是小寫的字 你已經看到了 然後啊 差點忘了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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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句號 這個句號的意思 句話 你這樣理解 儲存 其實加加了嗎 因為你這已經選 然後 本機一樣 要編譯耶 又麻煩了 唉 他到 到時候他又是夠錯 沒關係 錯了 我們用video studio 只有這樣 因為他把它在這 那就叫new one就好啦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到這裡 一樣 在新處 在新處理程序開啟 其實就是 咦?怎麼在這 是bin G++ IO 你看他會了 然後 這是名字吧 隨便一個 後面是 new one 哇 他給我存在什麼 什麼 H檔 H H 怎麼會存成H勒 有H嗎 過檔名 只有C嗎 然後H 怎麼會不夠變成H檔呢 如果我用H呢 過檔名H很奇怪 然後 新的名字要D 你看還是停止運作 器系 哦 還以為沒有啊 對啊 在這也可以嗎 CloX3 看一下 黑螢幕跑出來 現在被遮住 欸 怎麼變這樣 因為有兩個Man 有沒有 不知道哪一個為整這個不要 這樣才行 還是這裡 啊這不對啦 我要開一個新的才行 把這個專案關掉 關閉專案 他只能附加他不能徵錯 他根本不能編譯 光有他這個是不行的 怎麼辦 現在根本都沒辦法編譯啊 怎麼硬呢 來了 剛剛我們試過他那個都是 不能寫入的嗎 G++ 還有一個是CL 沒有CL的 我們看 我們看 啊 啊 那如果把這些病 把它複製過來呢 剛剛我們是存在病裡 回到文件 開一個新檔 也是這一個 然後把他 這個呢,可以過來 我們在這裏執行 C L 斜線E H S C 所以他叫我們要看那個手冊嗎 你知道他到底要什麼 要編歷 不知道怎麼看那個手冊 所以要那個教 宋佛送上去 E H S C E H S C 真的耶 好厲害 然後 不用取名字 沒反應 看一下有沒有新增的東西 沒有啊 為什麼都沒反應呢 我這個 對啊你看 連檔名不存在他也沒關心 到底 E H S C 難道用CPP才行嗎 全螢幕他是F12 AutoX 咦?這在這裏 CCH 真的耶 他這也沒有列出來,難道是最新的 我們用他這裏說是CPP 他這裏也有CPP EH SC 還是沒有啊 等一下等一下他該不會是 給我給你講他不一定 給你產生到哪裡去你都不知道 該不會是C下面吧 照理說 在這個下面他應該就在這個下面產生嗎 不會再跑到別的地方 我怕他喔 會不會有別的地方產生一個New One 我們剛剛 Project One 這麼快就更新好 好厲害 沒有啊 完全無動於衷 他應該附檔名是ES一檔 奇怪 他附屬的邊緻器 像這個我開了這個我要怎麼讓他邊緻呢 購入 我不可能是你 還可以類似核房 那就重新ned 這裏漏了一個空殼 如何建制 併成他為標頭檔 我們就變異漢那個執行就碰壁了 啊 嗯 好 這回是一個記號 後面接著一個 不同的編輯器使用不同的後綴慣例 我們剛剛都照他的CPP 我吸吸他的出錯 對不對 不知道錯在哪裡 吸吸指的是編輯器 吸吸指的是編輯器 這個編輯這裡都沒有講好 好 第二個習題 現在 非戰之罪 User Edition 他叫你改用 沒有用啊 都沒辦法跟我編譯執行 怎麼看結果 還不如我自己 這裡 剛創建的那一個 最近使用過 這一個嗎 還不如這個我 在他前面對不對 加警號 是警號嗎 include include 你看馬上 寫了一個警就 關鍵字出來 真的呢 include 這樣都可以知道 AoStream 你看 好不好 然後 啊 對 我可以用code來編啊 這也不錯 沒關係 他就直接用這個IDE 反正我 我們也不是IDE的Sensor 你看他這個 include 他是 為什麼他不用腳發號好奇怪 他是自己弄的 man returning 然後 這個 STD 你看他都好 STD OCT O O C IN C OUT C OUT 它這個應該會自動幫你分割 其老HDDWOR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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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頭檔 支援檔他竟然沒有 他竟然是這個H 我剛開最近用的是這個嗎? CPP 他怎麼這個名字是這個 STDF H Incru 這一個標頭檔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又放在什麼標頭?方案總管對啊 方案總管沒錯參考不用 等於是程式檔 這不是 這一個是 H H應該是這個 竟然是在這 也不是這個 竟然是在這 喔反而是這個 CCP里頭有個MAN 空手外 這個還是 這一個 然後 黑衣夢出來看他輸出怎麼樣 應該可以輸出吧不用什麼RIGHT 為什麼要跑到這兒啊 喔Stream 喔 這個是在哪 喔Stand命運空間出現 在紙巾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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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HELLOWER 看到沒有 只不過我們跳開了 不過可以看他 一個字 可能他可能一個字一個字打 看到沒有 HELLOWER HELLOWER 看到了 HELLOWER 這個 起座成功了 就是這樣 至於細節可以去看他那個 有沒有 什麼 如果是負一的話 他怎麼處理 沒辦法別的變異器不買單 再來是這個 他說這個 他是加的 我們是成績 我們看他原來的這個 沒關係啦 這個叫電子 這例子啊照這例子打就好 各位剛剛有見識到 這個 這個 打這個 相關的他就會幫你輸入 所以一定要親自打 outport他說 Enter True number 我們就不分大小寫了 好 然後 STDL 這個完了是 讀取他們輸入的 讀取就是STD又來了 是CIN 我們是這樣 讀進來 完了 還沒有 然後 命名 V1等於 0 V2等於0 然後 讀進V1 再讀進V2 然後 最後還要 TD End 他還要End 他還要End 我相信 不到 輸入沒有End嗎 真的 輸出才有輸入幹嘛要End 輸入 你End就把記憶體抹掉 你看觀念很重要 輸出是 輸出完了 那個緩衝就不能再 你看一定要親自打 我覺得都懂 然後最後是 讀出來的時候就再給他輸出 See out 他說這個兩個帽號呢叫什麼字啊 範疇運算值 Scope operator 輸出 輸出 V2 你看我們給他換行 你看沒差嗎 第四 你看隨你換幾行 有沒有 那就是這裡少 第四 V1加 他說這裡是V2 這不是sum嗎 這個叫什麼 我不知道 乘7對不對 最後別忘了輸入完要 再extreme and 這樣就沒有問題 return 我們這裡做個中段點 就直接執行就好 enter to number 真的 他這個意思就是 直行的完這一行他就停了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繼續 因為他要等待你這裡輸入 我們先一步一步來 從這裡才對 你看 你看 他這一行 印完了 到這裡 他一定還可以繼續走 走到這他會停 c 然後 他要等你輸入他就停了 有沒有 然後5 6 他剛沒有講這裡空間空一格是什麼 你看enter 他就繼續執行 5乘6 你不要看他就是 先執行第一個再執行第二個 第一個是5 分格是用空格去區分 跳出來 跳出來 這個f 所以他先執行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執行第二個f1 v1 5 又跑進來這裡 執行and 我們就不進去了 and 6 5和6 is 30 沒錯5乘6 對不對 我信號 5、6、30 那就結束了 結束了他要這樣 好 雖然我們編譯器不行 用IDE的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貨關 今天貨出去現在又幾點 至少11點半 跟昨天一樣嗎 是否合法 正好 我們將輸出寫為一個大型敘述 改寫這個層次 使用分開的敘述 敘述 敘述來印出各個單元 好 一樣 一樣 怎麼變大型敘述 這個前面確定了 我們就不用 這個 我們乖乖的一個一個打 吸引 每一個每一個都 所以他說這個有沒有錯誤 因為你沒有每一個都給他吸引 嗯 對 對 對 錯 第一個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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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Cout 這個是封號 其實你接著打都可以 Cout 你看我不用封行 因為他這裏有封號就可以了 我這裏剛好給你變化一下 你看一下 std c 漏掉這個 沒有錯誤了 然後 std cout std cout 這裏有封號 這裏有封號 std cout 好 臉書直播結束 std cout 中間這個 空都沒關係 std 看 меч 戀這幾次就越來越熟 td 要這樣抄啦 íveis 你們都那孕 我交 Force 怎麼看到 完全都沒有錯誤 印出來啊 結果是一樣的 你看 他現在乘嘛 我們換 1 10 乘以3 就30 哇 這怎麼樣 他關掉了 來不及看 他沒教我們怎麼停 那個有 這很簡單啊 我們就用C印來停一下 C印 C印 C印方向反 C印 這個給一個值 C印 這因為已經乘完了 沒有用了 所以就給他V2 要注意他一定要 他這裡沒有做行別檢查 假如他打的不是整數的話 你就死了 一定會出錯 你看他就會停下來了 100乘30 3000 對不對 他停下來就是停在這一點 等我出路 你不看 原來 現在那個2是多少 不知道 有沒有 現在2就是2 對不對 原來2我是這個嗎 在這裡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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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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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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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我還錯 會預期的印是這個 所以真的是要不能這樣 彈就對了嗎 奇怪錯誤清單我都改了他 那為什麼 我打D他可以,D也不是INT 既然這裏沒有錯錯誤,奇怪 那我們看 334 433的132,沒錯 原來ENTER也可以,總之中間有 隔開了就可以 這時候我打個W C 兩個W 那邊4 哇 所以他 還是保留4 對不對 除非你是數字他才接受 你不是數字他都不接受 這個C C下坡應該沒辦法接受,C++可以這樣 他反正 不是他那個行別的,他就不加 他就不接受而已 我這個就落空了是不是 哈哈 這次完成了 這個啦 分開的啦 這就知道 那解釋下面這個是否合法 你看 不用解釋合不合法 你看我們拿掉幾個就是他這個嘛 Cout沒有Cout 我們只有第1個Cout,第2個Cout拿掉你就知道合不合法 是不是就撕掉 對啊 那就是這樣嘛 所以 他有封號,你有封號就一句 他一定 因為他 這個運算子兩邊要有東西啦 對不對 這叫輸出運算子 C 那個是輸入 大於是輸 小於是向左是 輸出運算子 輸入輸出兩頭都要有運算源upperend 不能只有upper 只有一個 upperend 阿彌陀佛 休息一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已經隔一天已經快天黑了 阿彌陀佛7月2號 昨天就直接去休息了 繼續之前呢我們看一下昨天的這個 這個 我們就把他名字 因為前面試過了 名字要改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 關閉樁案 只有 建一個新的樁案 然後 這個 我們到我們的學校給我的雲端 我們來試一下 上一次那一個 還記得嗎 怎麼第一個 現在 Hello world的就好了 Hello world的就先這樣 我先編譯看看 記得函數後面有那個 我記得函數後面有那個 注意這裡給他選 C 加加 我聽錯了 好 儲存 然後存在我們的 文件裡頭 就叫他 PRO G 1 然後我們用 他是用CC PROG1 CC我們用 G++ 然後 我們快知道 G++不是可執行檔 所以他這個下面沒有付G++的東西 跟逆期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書的 那個 C++的那個PRIMER 書正文的第 第五頁 然後 瀏覽一下英文版 什麼 柏 什麼 我們 說一 說一 好 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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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它只有一個帳號 為什麼我用 我用這個帳號 因為我是存在這裡 嗯 好吧好吧 這個呢 無書 無書竟然不在這裡 啊 中文簡體版 嗯 那就是會 開心的他就 一一五的還在用舊 一種可以吧 正確 其他就可以關 我看一下三明書覺得怎麼賣 哦 現在賣大陸的 這個是原油 對 還有16塊美金 這是我們逛過 黑衣 你 看 看 你 看這兩個 是插在這個異體字 學校要用那個護正機關 他一定 7++ 應該就是在這兒 你們看英文版 第五頁是這個 就這一個 然後 這幾家家也不行 所以還是要到他那個 什麼時候還是要到那個目路嗎 沒有這個也不行跑 真的要放棄 我還以為說來這裡之後他 就比較可以編逆 因為他這個是裝了這個 裝了這個 Vidual Studio 2015之後 這裡 我這還沒定在這 裝了2019 大概2019 之後 復的這個命令提示之前 就輸入個指令也沒用 EH都背起來 EHSC 不行 C 不是 怎麼會是C1 有讓1也太像了吧 C++ C++也不行 C++ C++ 所以他還是要跑那個C++才行 他這個喔 不應該 這裡根本就叫 這一段根本都沒有講清楚 這麼重要的編逆執行怎麼可以這樣 還好我們會 這個 這個IDR 假如不會的話 我就死掉 那 還好我們會那個 Vidual Studio 不會的話 不就完了 這沒有用 開了怎麼沒有作用 這個 這個 設計 就給他放在左邊 Vidual Studio Vidual Studio 都要按這個才能安裝 尤其他更新的時候 這個 這個當然是我們介紹過的就是免費的 那我現在是用 這個是學校給我們教學員工的 這個 個人雲 所以我可以做 用自己的桌面 那我現在用的是學校的 那個 Vidual Studio 工用員 中國文化大學 我們學校不知道 我發現台大都沒有給你那麼 這個我不知道工用員怎麼樣 然後 網路空間他們沒有跟Google合作 像我們學校 中國文化大學跟Google Drive合作 無限空間 我已經存了十幾梯了 十梯啦 破十梯啦 還不敢說十幾梯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一個 那既然失敗不行 就只好這樣 那我們開還是開我們原來的這個 最近打開的方案 那我想重新命名一個 所以我開一個心掌 Ctrl N就可以了 C++ 那你選這個主控台應用程式就可以了 主控台就是所謂的Consol C-O-N-C Consol S-O-L-E 然後這裏就改名字 配合我們課本的 配合我們課本的 欸什麽事 結果正好 看看此時 剛剛接電話我第一打 順便幫我紀念一下 就是我伯父跟我爸爸一起逃難來台灣的 就他們兩個全家族 就他們兩個 伯父也離開了 本來禮拜四就後天天氣好 我要去山藝買個麵包 還要順便去看他 所以啊之前阿彌陶佛 不過對他來講 他本來就癱瘓了 人生就是這樣 然後 也算是解脫 不過這樣也好啦 人生有太多隔閡 現在想講什麽話都可以用心念傳給他 看一下 我的堂姊 不是他親生的 二堂姊 傳來給我弟弟 7月2號 剛好同一個月 我爸爸是7月31 一個月熟一個月熟 人生阿 可是像我伯父就是我以前的前生嘛 還有我爸爸也是 心腹也是 對這個阿 人生太多的執著啊 都想不開 都被現在 近現代那種假科學騙 然後對那些 宗教聖賢阿 完全都吃之以不不幸 我以前也是這樣 把家教環境 對不對 人生走到這一步 你說什麽是最真的 我們是還沒走 有功課要做 忽然人生酬業 本師釋迦摩尼佛教我們 所以我們還在流大 所以帶著大家 不是帶著大家 我自己也學嘛 那實際就拍人家看 怎麽樣一個獨國文的 完全不懂西家家 唉 我真希望走的是我 你們都不要走 因為這個世界我早就夠本 你看看我錄這些幹嘛 我自己厲害就好啦 管你們去死活 你說哪一個人不是這樣 哪一個有多少人 哪一個有多少人 像我們這樣 不怕你們贏過我 超越我們 蛤 嗯 找個夠本啊 他以為我學佛的 給他念念經嗎 什麽的 心念 對宗教還是這樣刻板的印象 說實在的我根本都還不是個佛教徒 我也是心歸三歸一而已 我也沒有收過歸一意思 我也不想去受 這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我們繼續這個 那就 感恩佛福身為公菩薩 大菩薩希望能夠 斷心念佛 往生希望結樂世界 你應該是看天氣怎麽樣 本來是要去苗栗買個麵包 順便去台中 騎摩托車 那時候 而且我還在猶豫你知道嗎 猶豫是嗎 因為伯父 我去那能幹嘛 話交常還不在那打 所以我們現在都講真話 打屁 還不打屁 有什麽 我去真的去 我真想跟人家講說 他一定要 有一個信仰 人都已經走到這裏了 人生還有什麽好眷戀 我講不通 到時候又要我們帶他們回大陸 或怎樣搞一些人情 所以我們也會怕 對不對 人的無名 把自己封鎖 或把自己所而又能奈何 那我們一樣在這個Studio 2015 的 Project 在裏 我們配合 課本就用 Pargrain 1 那我主要這樣的意思是說 32應用真理 我們都用那個就可以了 指控來 不可以 先行編譯標頭 安全期 或者是一個空裝案 那就不先行編譯標頭 所以我們不知道安全期開發 我們之前不懂的大概都用玉色紙 西架架有什麽用 兩手一攤 要不是人還活著 現在就是念佛最好 像我伯父 對不對 而且那講念佛或阿彌陀佛 人家聽了就起煩惱 你們這麽 這個都不用用了 這個課本的 你看一下課本 第幾頁它就是這個例子 前面 我們看我們 有嗎 就這一個嘛 預設就是 那接下來是 他教我們的要存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先給它編譯 他現在還沒編譯 我們上一次 他這個 我們先還原 先到我們的那個 口罐1的檔案總版 你可以看到 上一次我們發現 他編譯的話 他會在這裏 產生一個執行檔 目前還沒有 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專案檔 Solution 解決專案 就是專案 好像也叫方案 我現在還搞不太清楚 我專案方案 這是原來我們 那如果編譯好的話 他會在這裏產生一個 我們 解決專案 對不對 debug資料夾下面才會有一個 application 副檔名叫.ese的那個 你看他現在這裏還沒有debug 然後我們現在 你看 我們就 不遮住他 我們看 現在開始編譯 偵錯工具其實就編譯了 他這裏會開始建置 有沒有看到 debug的資料夾就創建 然後進去之後就有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我們昨天是給大家看 他現在你看 你點兩下他就可以直行 可是你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他很快 你不信你看我開啟 對不對 一點感覺都沒有 只要閃一下而已 對不對 然後 像課本講究 你改成-1的話會怎麼樣 再編譯一次 改成-1就會發生 那上一次我們怎麼他沒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起 所以 我們開了這個之後 他就鎖住了 對不對 而且 他可能已經開了好幾個 沒有啊 你要到這裏找 沒有 沒有 他執行完他就消失了 記憶體就釋放 那我們要離開這個資料夾 他可能要讀取debug資料夾 可見他編譯他要重新再建置一次 你看這一次就沒錯誤 可是你在這裏頭你看 你看 欸 為什麼 到底是怎樣 好 看這個 對不對 現在又可以了 這-1和0是沒有差別的 至少在這個小層次裡頭 好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常會0 複習一下 你看某人這邊是背書墨寫 警號他就會提示你警號要 include 對不對 這時候你看按Enter不行 你要按 這樣好 我們這裏放棄 我想用2019 用最新的2015 課本範例也沒有那麼輕 沒關係 因為我怕說2019 它有什麼新功 因為我剛剛按Enter 好像2017Enter就可以了 它卻不行 一樣按CtrlN跟Word一樣 建立一個新的東西 Word是叫檔案碼 或者那個 建立新裝案 主控應用程式 主控應用程式 他也沒說是什麼語源了 這主控台應用程式 7下主控台 你點2下 專案名稱上Program Program 1 它會帶Source Reposible 綠色 那我不要選這個 我要選我已經做了一個決競證 然後這樣解決方案照辦的同一度 資料 可以建立 建立它也沒跟我講說是 什麼語言 奇怪 大家看它結果 這是2019跟2017的又不太一樣 它跑進來啦 主控才會應用程式 可是它是用什麼語言呢 它也沒有講 CS是C下吧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個只能刪掉了 關閉方案 它在這道沒有說關閉專案 只能關閉所有文件 那一樣 然後 這個專案還在啊 要關閉方案 他們是專案 那 不能從這裡 那我們要從哪裡開始呢 方案總管 你要执行什麼 建立新方案 C下 因為我大概都是選擇 慣用的語言 是西下 或 Viduobaxe 結果它就 你看 所以它還沒有裝到 它還沒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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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先 關閉 我們開一個 Ctrl N 我先把剛剛建立的那個刪掉 等一下名稱衝突 Ctrl N 它就是跑出這個 拜託 建立新增專案 4 跟 那個的完全不同 那一定 RM 裝核型 如果直接下一步呢 會怎麼樣 下一步嘛 會發現2019變這樣 加加 下一步就是安裝 安裝有安全 它不是說自動會重開 重開機嗎 重開應用程式 很快 既然已經裝 然後我們手動的重開 手動的重開 我們現在改這樣 喔 向下一步 我看看 我们先回去看那个东西 它自动关掉重开 我们昨天做的这一个 很不出窗口 昨天做的是 方案总管 这个是育人选取下我们属性 全部折点 重新整 所以这个方案都要翻掉 我反而检视的是方案总管 我们什么看不到这个书状 这个附加的那错了我们只开了档案 我们是要开专案 所以光看档案他这里方案总管就没有东西 又是一个经验 我们看接下来这个 我要给你看的时候我们编译完了 他是不是在debug这里有一个质型 那那点点亮下之后看的是怎么样 对啊 跟我们在这里在编 在debug增错的时候 它建置的时候其实是一样 笔法错误 我竟然给它储存 所以这是 std std out 输出这个东西 那你编一次次的时候 就会把上一次见字的给抹到 像刚刚我们没有备份 他就用我现在这个时间的 7月2号下午5.29 对不对 就5.29 刚刚见字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 那你把它关掉之后 直接点这个两下也是这样 Enter to number 可以8嘛 你随便点一个它就离开了 好我们接触 刚刚我是要展示给各位看的就是 你直接就是它我们刚刚编译 对不对 让编译 Compiner 一直要编译编译不出来的 这里编译出来了嘛 就是这样 这样 你看它两个 debug debug 它还不是在这里 这里它不 没有应用程式 没有实行档 ES1档 这里才有 上面这一层的debug 这就是它编译 这就是它编译 的结果 你点点一下 这里是一样 3 4 12 我这里没有空格而已 随便再点一个 按Enter 它解释 让各位就了解 概念 好了 新增账 Ctrl N 有没有看到 那一样跑出这个 C++ 有了 空白应用程式 静态应用程式 共同 共同 相安装目 我们就选第一个试试看 你看 它是Paul Gwyn 是八角 这一样 这怎么样改了它的预设路径 我想一定有个地方可以看 建立吧 结果是怎样 结果它只有一个 你可以按这里 方案总管之后 它倒是没有 新增方案总管检释 所以方案总管检释 可以开心视窗 在档案总管中检释 它只有一个 这个的 Solution 里头什么 档案都没有 你可能是要去加 可能要自己再去新增 我记得我这里有 新增专案 新增 插入或新增都没有 加入性向路 中案里头要加入新增 文字党啊 什么的 文字党其实也可以 西下很常用 应该就是文字党 忘记 文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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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我很陌生,還不如說 工具應該就是有這個 裝案 如果我們加入那個現有項目 剛剛做的Program案已經殺掉 所以 可是我們剛剛做的加入現有項目 在文件裡頭編譯失敗的那個倒是可以 有了,就是他 那他只能連結,他不能編譯 就不知道怎麼讓他編譯 對嗎?那就沒辦法了 我在想要不要把他那個 對 2019 2017的 設定不知道 設定 UVA18的時候我安裝了 那麼多天 172號 省下 可以上這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跳 跳到這個設定的那個地方 會入哪一個設定幾何 我們在這囉 在我 Dropbox 因為之前全部都沒有改過嘛 所以還是可以用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 去設定 我們最近的設定是哪一個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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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租 它 就不管它 我可以用 就覺得 你看它現在 就原來設定 這才是我的 原來那個 我記得我有一個 插入那個 都不見 我現在只有貼上 格式是不需要的 字也比較大 因為以前老花眼 那時候沒配老花眼鏡 你可以按住Ctrl縮小就可以了 那這個沒辦法邊有就沒辦法 我還是要用它原來那個主控來 它這個有趣的是 怎麼方向關閉 它不像我剛熟悉的這個2019 它現在興建 興建障礙都要這樣開了 這也不能用,它會擋在這裡 主控才應用層次 我覺得西夏奇怪 共用了項目 那西一家家沒有組公牌應用層次 它是說沒有 找不到尋找的項目會安裝更好 其他我為什麼都用不著 不會用而已 A著拍的 拍檔 很內的桌面開發 西夏 還要西夏夏的桌面開發 西夏夏的桌面開發 可能還是要選那個 它可能就會有 主控牌 否則我們沒辦法編譯啊 也不知道怎麼編譯 可能還要去查一下Visual Basic 裡頭要怎麼編譯 只要不用它那個 它那個好像可能有點類似精靈 嗯 有誰進來看我們吃 不知道安倍放是誰 安倍放是誰 多看一下 陌生的 沒有人 欸就是這個 有浩子進來了 好像熊貓 捏泥巴 以前的很久以前的學生 大概也不知道有沒有四五年 還是朋友關係啊 可以看得到 沒有測料 當然不是縣啊 哎呦 就 好 下載完成 好 下載完成 下載完成 啊 輸出 操作 我們從一點三開始 這個Header一定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Header一定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Header 這個Header的標頭 就是這個專業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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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pulator Header 飆頭 為什麼飆頭 弟弟今天還要往回來 那你感覺比較早 頭 好可以了 有聲音 我們寫下 Ctrl-N C++選項會不多 有了 真的 對不對 Windows動亂機中執行程式碼 根據意思會列出 Hello World 點了之後就下一步 發覺1 存到那裡 這個又要 選做這個資料夾 現在是選資料夾 所以真的要裝那個盒都不行 不知道他 原來那個沒有主控台的那個什麼實行 我就不知道 所以知道先遷就我 有碰過的部分 他會先幫你建立這些東西 接下來是你自己賄賂 需要的 我記得我以前有加一個 就是這個 加入類別 這是我的設置 加入現存 先有加入Ctrl-D 就是我們剛剛那裡 文件 Poggon1CC 他這個是Poggon1 他是做CPP 直接輸入一個 就是他做預設會輸出一個 很好 可是他這已經有MainWare 對不對 我們這個還 所以我們這個就刪掉 不需要 他已經有Main 你看2019還可以這樣點一下之後 線上查詢 2019才有 2017也都沒有 多了一個這個功能 你把它編譯一下 他就會產生執行檔 趕暗衝 跑完了 他會停一下 因為他會讓他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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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閃一下 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N Cout 它會輸出 Out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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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意思是 空一個新的段落 大概就是最後一個 他會告訴你 他會告訴你 啟動但不爭錯 我們還是先跟著書 我們還是先跟著書 然後這一串文就不知道從哪裏跑出來 一霸 偵測除空 除以人 以結束代碼為0 所以return是0 他這個奇怪 他知道沒有寫return0 對不對 照理說他要寫return 他沒寫return 竟然沒問題 在偵測停止時 自動關閉主控台 請使用工具選項偵測 在偵測停止時 自動關閉主控台 安任意見 關閉此事 他就怕你看不到 因為前面2017他也是直接 所以人家一般教 就叫你要多加一行 才能停速 否則你看不到 你看你隨便按一個他就會 那我們一步一步執行 也許就看得到 我這個障礙 竟然沒有足相執行的 對不對 太誇張 不是格式 應該是針錯 針錯應該就有了 足夠時間 要縮到這裡 不進入 要怎麼弄 不進入 要怎麼弄 進入 要怎麼弄 還的是現在 就直接就跑出這個了 這個都變紫色 本機徵錯工具這個也太長了 不能挪動 一直上下左右 這個放左 也不錯 起在這裡 好 這時候我們就直播了 Hello World 目前只有這一個 其他的那些自創還沒出來 就是要看他 這是Windows的功能 可以兩個自創併著一起看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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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子珍座 明子珍座 2019、2015 差好多 還是建議大家要裝最新的 更多 既然要用這種ID整合式開發環境 當然就是用最好 奇怪今天Sony這隻手機竟然沒有過當機 我本來想說不要錄那麼久 就錄到它不行吧 好我們繼續課文 我們還是回去我們的那個2015那裡 Write a string 不是 SSI Write a string 輸出一個String 我們就到這裏 How will you fix it? 會如何修正它 我們時間就也錄了四個通話 Before our programs get much more complicated 變得更複雜一點 We shall see how C++ handle comments 這裏 現在要學的是 註解 註解 新家家如何處理這個註解? comments 人類的讀者 人類的讀者 不是機器的讀 哇 我們還是念中文 不會怕你們我的那種破英文 在我們城市變得更複雜前 你可以看看如何處理註解 註解輔助的是我們城市的讀者 他們註解可以幫得上忙是讀我們城市的人 他們通常用來總結演算法的運作 總結就是做一個Summary 對啊 Summary 總結你這個演算法到底是為了什麼用途 就註解 標示這個變數是幹嘛用 或說明可能很難懂的城市片段 兵役器會忽略註解 所以他們對城市的行為或效能沒有影響 雖然兵役器會忽略註解 但我們城市麻的讀者不會 即使其他部分 的系統 說明文件已經過時了 城市設計師還是會傾向你相信註解 一個錯誤的知識比完全沒註解還要糟糕 因為他可能誤導讀者 當你更改你的神法請確定 你要更新做解 要跟你的城市麻同步 我是沒有這個好習慣 當然我講的是VBA 我最多寫的還是VBA VBnet都不是 西夏還其次 西夏沒有完全和 西夏有一大半部都是 摳比現成的城市麻 都去改寫會應用 西夏加中的註解總位 有兩種 一個是當行Single line和成對的 跟那個不一樣 西夏波好像有一個區塊 和成對 配爾的註解 一個當行註解 以一個雙斜線跟西夏會一樣 Double Slash開始 一個New Nine結尾 目前這行在斜線 就是你換行就是註解 來我們試試看 假如我們要對這裡做個註解怎麼辦呢 這樣就成功了 跟西夏玩一樣 換行就是 他看到這裡換行了 再結束 所以他後面不用再加個封號才行 城市就要 只要知道這裡有換行 城市有換行 所以他這裡的New Nine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我們實際操作 發現沒有錯誤了 沒有錯誤應該就是這樣 S with a New Nine 所以他New Nine 只要有一個新的行 他這個註解就結束 所以這個中文他直接New Nine 就照原文這樣摳進來是錯 這樣人家會以為 會以這個New Nine 這個東西做 要寫一下New Nine 他就是這裡就直接 你直接翻成中文人家懂 只是意思就可以了 他以為是有一個符號 會要打New Nine 這幾個字 New Nine New Nine New Nine結尾 這樣不好 就真的一定要中英對照 不 目前這行在斜線右方的所有東西 都會被編意期忽略 對不對 因為他是到新行就都算為止嘛 所以這一行 只要前面出現雙個正斜線了 你知道行底都是會被編意期忽略 這種註解可以包含任何文字 包括額外的雙斜線 另一種註解使用的兩個分格符號 這是從C繼承來的 這種註解以一個斜線心號開頭 那麼對我們內面的就是 然後再以下一個 心號斜線結尾 這些註解可以含有 不是 心號結尾的任何東西 包括New Nine 編意期會吧 所以你如果要好幾Nine 所以他叫做成對的 所以他叫做成對的 這個也是 翻的也不好 他說有一個是Single Line And the end with the new line Two kind of single Single Line Single Line and Pair 這不能說成對 你翻成成對 所以人家還好他有做英文 應該是說夾住的 他一定中文不喜歡看古書 不知道什麼叫夾 夾起來住解 因為夾起來一定就是有一對 你沒有一對沒有左右沒有前後 怎麼把中間的夾住夾性餅乾 沒有上下 要翻成夾住 要翻成夾住 單行住解或者夾住住解 或者翻成單行住和夾住就好啊 或者說行住和夾住 如果要再簡略的話 單行就單省略 這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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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行和配對 你看到翻成配對 這就是怎樣 會英文不會中文嗎 你翻出來的 只有 看得懂原文的人看得懂 我請問中文你們讀得懂嗎 什麼叫配對 對啊 什麼叫配對 你看我剛剛也看不懂嗎 哎呀拜託啊 要關掉 我們到這裡來做 不可以這樣啦 只講講不聽 真的很重要 不要提起 這個的 這個雲端的那個是可以的嗎 是新的 火了 這是第幾頁 配對 他算成成對 第九頁 好快 你是夾住嗎 你要用岩部的也可以啊 不然現在都用岩部 一個是行住 就當行住 你看只有我們用國文專家才能取 對不對 這才是中國 中文使用的講的話 一看就看得懂 夾住你不知道那是因為你國文程度的問題啊 有這個詞啊 什麼叫夾住你都不知道 要怪你自己 自己的文化那麼陌生 你到底是哪一國人 不知道也先 請快查一下 註解也知道 甚至還有夾住號 夾在正文 對啊 是不是 你看有上有下 他只不過在西加加這裡不是用圓的上下方的上下 而是用什麼 正邪線的信號和信號正邪線 對不對 嗯 只是這個符號用的不同而已嘛 也是叫夾住啊 標點符號不要說古書才有的程度還沒有很好嘛 真的程度好 標點符號夾住號的夾住就是從這樣來的嘛 那也是從古書有夾住這個形式來的 不知道 這就是 這就是怎樣 就卡在這個配爾上 是不是 他就是 沒辦法 你看會一個成對的 一定是成對才能把中間的東西夾住 剛剛講過 腦袋要轉你才能翻到一個道地的 不是這樣 這讓我叫機器翻他也會翻嘛 成王何必要你人來翻呢 現在學AI人工智慧難就是這一塊啊 因為你能翻出來的竟然跟機器差不多 那要你幹什麼 難怪人都失業了 把機械花之後 都可以被機械取代 為什麼還不當機啊 我想休息一下 好 一個燈行住 有了 便衣修會把這 就是夾住號 你可以把這個星號和那個 那 感受到這個一個 就是 你看看 都會有這個詞 我連打字都打得來 你看 剛剛才查的啊 只是用不同的符號表示而已 人家是永遠括號他用那個嘛 就是國文差見證了沒 是不是也不是我們誹謗人嘛 鐵真是擺在你面前你不得不承認嗎 跟我身手真是怎麼關係 我只是代言人而已 真理的代言人 不是我們狂妄 因為我沒有自己的明文立揚的概念嘛 我們只想求真理 我們也不怕人家比我們強 也不想賺什麼大錢得什麼大名 只想知道真理就好 就滿足了 我們一生只求這個 就是佛門裡頭講求無上正等正覺而已 這樣不是好清楚 一種是行住一種是假住 這一種口味是 雞雞雞的假住 我們再唱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句國文不好 這句國文不好 再唱 呢 然後呢 你還活著 换个符话换句话说而已 你不理解这个都是死辈你又死了 你吸吸以后你不能用这个 我在写文章这样假作不通 他的意思是 你看 你马上实作 在这中间我要写任何东西 你看红丘影不见了吗 你要几行都没关系 他都是绿色 OK的 只要这个是下括号上括号 前夹注符号后夹注符号 你这样理解不是好懂 看哪一本电脑书会跟你讲这一些 所以不要迷信 搞好我的专业就好了 语文能力不好 你什么专业都不会顶好 你碰到一个语文能力比较好了 这样的成对注解 你看成对注解 成对的注解 中文哪有这个意思 还以为是两个注解 成对对不对 哪能这样翻呢 一定是照英文照耗 to do something 他就犯成一個成對的註解 什麼人看我啊 白話國文 所以大家到底在用哪一國 中文的哪一種白話國文也看不到 一個夾住不就是可以了 夾起來住 你看喔什麼叫夾住 我跟各位在講清楚一點 我們常常用的這個 像我們最近上的史記 我不要登錄這個 我都還捨不得觀 因為我們史記還沒講完 這就叫夾住 你看這是不是像我們程式行 這是我們註解是不是夾在 所有的程式執行行的中間 這是我們的註解 他的意思就這樣 那你也可以說說在兩個這個符號 前夾住號 後夾住號中間被夾起來也可以 那概念是就是要回到我們那裡 那是不是除了被夾住符號夾起來之外 對不對 被夾住符號夾起來這個區塊 一樣啊 你看這個黑字部分就是要執行的 是不是也好像被正文夾住了 所以翻成夾住都非常 才是中文環境的嘛 我們到底是在上國文科 還是上西家家 你自己說 這樣的程度 你自己看得懂 什麼叫這樣的程度 只有你們資訊專家 知道這個專有名詞 誰看得懂啊 那不是 這不就是你們專業裡頭的文言文嗎 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要學幾套 有古文的文言 要學一個白話 然後再要學一個專業的文言 喔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就是本國語言能力不好 當我們你看讀文 因為文老師會跟你講 我想大學程度都一定會講到夾住嘛 加減都會看過古書嘛 會跟你講那種小字夾在正文中間 那種叫夾住嘛 跟我們現在註腳那個正文跟註解 分開的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叫獨立註解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引文 有引文和獨立引文 對不對 所謂的引文就是假引文嘛 夾在正文中的引文 所以用上下引號 標誌出來 那有些是獨立獨立於正文另外一期一段 這樣的程度也可以放在 允許 什麼可以放在允許TAB 空格或 NEW NINE的任何地方 這裡翻得很爛喔 我們都救世人 爛就爛好 你看 Can be placed any A CAB 哪有允許 他是說 這些夾住是被允許 被允許 看到沒有 動詞先抓動詞找對主詞 九陽神功 哦 中文 古文才好嗎 你這樣就知道他這句在講什麼 怎麼會變成 什麼 你自己買出來看 這個 我們影二陽神 你看他翻成人 我唸一遍 這樣的程度可以放在 可以放在 任何地方 可以放在 那我翻譯是 這樣的夾住 可以放在 就可以放在 可以放在就是這個 可以是 Permade 放在 任何地方 Anywhere 這個是補語 Anywhere 哪裡 A TAB A SPACE 而是 成全省略 O NU LINE 不管是一個 TAB鍵 一個空格鍵 或者 NU LINE 都是可以的 Can be placed 這個不是 被放在 我在念一遍 這樣的程度 也可以放在 允許 TAB 或NU LINE 根本是錯的 哦 哦 翻譯翻得怎麼樣 注字可以放在 允許使用 字表符 空格或 換行符的任何位置 這應該也是錯了 我的理解 這一句英文是什麼 這是第9頁 沒錯 這是第9頁 我這裏還沒有用 用那個齁 我先關掉 我World的飯堡還沒有入過 好 還那麼慢 這裏打這個跟這裏打這個一樣的 跟這個執行是一樣的 這要背啊 你不要緊張 多用幾次 我也沒有刻意背 稍微背一下 然後用幾次 而且要用理解的APP DATA嘛 程式的資料 誰的程式啊 麥克斯爾裏頭的範本 你看他原來那麽小 18K而已 要取代他 我自己做的 574K嘛 那你現在再開這個 然後去把它編譯一下 你看我常用的就是 VBA 不會吧 Left 這裏我還有這個嗎 沒事要再做一次 因為我那個Excel的版本比較新 你在引用參照就好 Microsoft Excel 這個啊 我剛剛是16版嘛 他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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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修改 修改他的字型 假如是英文的話當然不要興起名題 英文的叫什麼? Hairbreak Tineuroma 就會變這樣 我覺得不好看 那這怎麼辦呢? 我當然不在這裡修改 我要在哪裡改 自行 New Tineuroma 新的Tineuroma 失敗勞任 這個比較漂亮 我要去改我 原來的本本子 原來的當然是我自己本地的電腦 為準 然後開Word 直接在這裡改就可以了 剛剛他自己會推位三格 這個中文格式當然管不了英文 要斜線對不對 沒辦法兩個堅固的 推位三格就在這設定 段落 自行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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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太妞妞嗎 剛剛為什麼他那個會變細明體 有沒有看到了嗎 噢 見鬼了 這是說 一個夾注的內容 可以放入任何東西 包括 Tab Space 這不能講Space 到時候你翻這樣 空格 包括Tab鍵 Tab鍵 按下 包括按下Tab鍵 空格鍵 然後呢 甚至我用甚至翻那個Or 甚至是換行鍵 Enter鍵 所 所 漸入的任何內容 後面其實可翻可不翻 我就用括號挖起來 中文不好你會翻得好嗎 都是被允許的嗎 都是被允許 或者說 都是可以接受 語意不明牌都是 在C++ 中都是可以接受 是不是更清楚 用小字等於是一個補充叫做還不夠清楚 江之珍居然知道這一句英文翻成什麼會比較適當 你看他這個你就不錄了所以買一本 中文呢 要不是有英文 跨屋 應該是這樣嘛 剛剛那個Google翻譯也不行 他那個我看過人家那個還是人工智慧 最近這個 齊豐在打廣告的這個書 好像是天龍吧 我們那個又忘記分享出去 這個 對呀 不知道 他相關的 我是看文字看看 才知道Google翻譯不知道是哪一個 也用到了他這個功能 啊不是是這個 就是他剛剛我們找天龍的時候他 有一個活動 這一個 對 好像說Google翻譯也是用到了這一種 這個專有名詞 這個專有名詞叫什麼文字 深度學習和文字探勘 那今天看哪一本書 這個 這一本 對 就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文字探勘 是這個嗎 我忘記了 Google翻譯啊 哪些產品也是有用到這個東西 這我是蠻有興趣的 反正中文訊息處理 來我們示範一下剛剛那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這都要實作嗎 我現在很會打中文字 還沒有分享成功 是不是有啊 啊他沒出現信息就成功了 我現在怎麼會打中文字 有沒有來這裡實就知道你看我們剛打任何tap鍵 這個tap鍵 空格鍵 現在是打空格鍵 然後Enter就不用講啦 Enter就換行嘛 那他英文叫new line 對不對 這樣然後照的 翻的 而且他 根本都不翻出來 new line 他就寫new line 到底有沒有看懂啊 一個假作的內容可以放任何東西 包括按下tap鍵 空格鍵 甚至是你看 人家這個or我就可以翻成甚至 你看有幾個人可以這樣翻 那語意是這樣嘛 我問你他為什麼new line 不放前面要放最後一個 你能講那or讓你選擇隨你寫 甚至最後一個都可以 是不是才是這種意思 人家英文 人 用英文用美語的人 他只是用不同符號表達意思 我們要表達意思其實是一樣 我們是用中文而已 你要怎麼樣才能傳承把他意思表達出來 都是可以接受的 接受不就是允許嗎 這是字面直翻嗎 這個才是中文 EV 在西夏中 西家家中都是可以接受的 這樣不是好中文好 一顆 資訊書為什麼呢 爛在一半 我相信一半 我接觸window那麼久 最頭痛就是他f1進 他說輔助光線 按下去 進去之後 有看沒有懂 你看 像我那個老師黃培王先生 他 師母你沒叫做 他就說 他看到他那個頭 為什麼你頭會晃 國文能力太差 語文表達人力差嘛 我看沒有懂 你說寫這個出來還看不懂 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等到我自己來教書之後 以前就耳文了 更體會這種學資訊的 學著一些的 對語文的侵視 國文科的重視 你看我上學期 上學年 就當掉那個 可能就是我們攝影師 他就自管系的 可是不是罵他 程度差 我想應該不算邪漏 反正這個 這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 算不算邪漏個資 被人告了 我只要不是愛鋪人家短 我講是有評有據的 不是 憤世忌俗或什麼 你真的看 你不得不 很沉痛的 不是我們這個國文老師機車嘛 你這觀念都錯怎麼可以這樣藐視 你看我學生的成績 他上學期因為他自願 這很好嘛 自願服務我們拍石敬秀 你看我 演說的那個石敬秀 最近我還會再傳一些 就是他錄給我的 我還來不及傳 我都很大 他自己用手機 他操作比較順 他還 耗損他的手機 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有什麼特別的動性 他以為是新隊 你看我 這個沒有連線追他 NuLine 有聲音嗎 NuLine 牛奶 牛奶口香糖 你看我學生的成績 就這一般 不是要曝露 富人家這個有評有趣 你看他是不是自公 自管 自傳的 國文這麼差以後怎麼辦 要跟人家介紹自訓的知識 作文都不通的 國文能力根本不用講 你看考幾份 這一位 曾先生 希望你以後有推 你看 寫作也才72 我75幾個 那是 還勉強可以 10的只有72 不及格 其中考你看幾分 13 其末考19 加了1分而已 18 學期才37 非當不可 那上學期他是因為做 那個什麼 攝影師 我給他們福利是攝影師你自願嘛 因為主要是自願 我就給你免死金牌 有沒有看到 資傳嘛 跟視訊都有關係 那你看我還有一個資工的學生 資管的 又如何 一樣當調 我就沒碰到一些資管資工的 我也教過資工的 國文很好的 能夠及格就不錯了 那時候我都收到比較爛的學生還是怎麼樣我就不知道 能不憂心嗎 這是官方文件啊 他們的成績是從我這裡匯出去的 就照不了假 你再不信 將我匯到學校的 你看學校登入賬號 騙不了人的嘛 你不信看王子 這怎麼可能作假 王子不可能假的 就像IP一樣嘛 再厲害的駭客 這種是唯一識別的 他沒辦法 他只能 做一個 很相信的來胡你 你不信你照這個IP打 照這個網域打DNS去打 URL去打 URL去打 你看成績 你看剛剛那個曾立民和那個資工的 就知道啦 我有胡人嗎 這絕對不是假的吧 中國文化大學 你看啊 你自己看剛剛那個成績是不是就這個 因為我就是用 你是要匯出的啊 來我們先看這個 資工的就這個嘛 資管系你看 40分嘛 沒錯嘛對不對 資管的40 那資傳的多少 說我那個 那個 那個 還有氣修的 根本就修不下去的 30c其中才13 只有這一個 這也不行 你看資傳就盪了幾個 四個資傳的學生 資公子 剛剛那個資管只有一個 對不對 啊資傳了有幾個學生 只有這個女生勉強幾個 勉強 稍微加一下 還有家伙那還算不錯還用心啦 所以我還是保留一絲希望 是比較爛的學生 好不好 希望你們以後做資訊 把資訊講清楚 把自己的國文加強 阿彌陀佛 這麼巧喔剛剛 剛好六點半 我想看開頭 清涼大師 使 使 使 華人 不得不割捨 聲音是沒問題 這還是第3層 我現在因為不上課了 這個我就放在第3層 下一層就是英文版 英文版 再回來才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用 那個 等到我恢復 這一個禮拜 我們可能都先看西家家 給他一個月 一個禮拜或半個月的時間 兩個禮拜 我們至少讀完前兩章對不對 他說最基本的 是只能自己寫一些簡單的承受基本的 觀念向這裡最基本的要建立起來就對了 成對的註解 他都翻成成對註解 夾注 要成對註解 這些夾注呢可以跨越 一個城市的多個文字行 就是呼應前面 但不一定要這樣 當一個成對註解 有跨越多行 通常比較 好的做法是在視覺上 凸顯 那一部文字行 讓讀者知道 他們是一個多行註解的一部分 我們的風格是 以一個星號 作為註解每一行的開頭 指出整個範圍都是屬於 同一個多行註解 他為什麼要這樣用 你看我們這個不需要 因為他有顏色區別 你看到綠色就知道是註解 他現在講的這個是 像我們寫7++ 重開比較保險 終於可以休息了 我是沒電了 我難道是開靜音嗎 怎麼也沒通知我 自己關機了 應該是重新開機 你看我們一樣C++ 像這種 你如果選的話C++ 然後我說一個程式 一個註解 你看他會怎麼樣 他自動是不是也是給你 變 關你中間 像他就講New Line New Line 你就給他New Line 是不是全都綠色的 所以這個是程式編輯幫助的這個軟體 有顏色辨識就沒問題了 可是問題是好 你看我改了 如果改成這是 一般的文字呢 Text呢 哇就完了 這都黑字你怎麼辦 所以他說前面要加星號 像你猜到 都說如果很長 但這樣看不到 這裡跑客 來一個這個 你怎麼知道這個到底是要執行的不執行的 尤其我們一般如果你是用 計事本 那個 NotePad Windows裡頭計事本 你用這個他也不知道你是C++的 他不可能給你換顏色 那你中間 像我剛剛講的 中間那麼多行都是黑字 你怎麼知道哪些事要執行哪些事 不執行 你就吃不完兜子走 對不對 講的是這樣 那至於只要你用IDE更不用講那基本配備 你看連這個文字編輯器都可以 你只要選對語言 對不對 CSHOP他還是綠色 綠色都是預告都是 不執行 那C++也是對不對 甚至 我Visual Basic VB內 也是 不是 VBA又不是 VBA也是這一個 他好像沒有多的 我目前VBA沒有 他只有當行是一個單位他人家變綠色 總是綠色的都是不管 B語言 Visual Basic B語言 不管Visual Basic還是 C++ CSHOP 綠色字都是 那你看連這種純文字編輯器對不對 這個輔助 編輯陳詞我們前面介紹 我們是學期++他就Nopad++ 其實他取這個名字應該也是從C++來的 不信你去看那個 馮金吳先生他一定是 對不對 那甚至有comment line都有 甚至有comment line都有 還有also team 那怎麼team 好像只有他自己一個碼 就他碼 紅 call compute就有那麼多 對不對 那also只有這個 紅 紅洪金吳先生 這是英文版的對不對 猴金吳猴 能不能他是用ho 猴金吳就寫 弄錯信 跟我教學生一樣常常信都叫錯 心號 心號 他的英文是說這個 他在英文是說這個 我看到這個 只要是在這個註解裡頭的每一個每一行 用一個這個 A symbol 就是這個 Use in text Pointal and annotation 也是英文的意思 A full note 因此呢 Indicate that the entire range is part of a model line Common 這是我們剛剛理解的嘛 你這樣才知道它是註解不是要執行的 這是因為它沒有顏色的標示 通常程式中這兩種形式的註解都會有 成對註解就夾住了 不要加成對註解 可是它這樣取名只要約定屬人當然可以 可是你看對我們這種門外漢 或一般中文是看得懂什麼成對註解 完全就是你行內的行話或者 文言文對不對 成對註解就是夾住一般用於多行的說明 而雙斜線註解通常用 用來作為半行或當行的固域 半行就是你這一行裡頭還有別的執行 Statement 其他的演算式或者Statement乘數句 很簡單的有沒有 就是他後面這個例子有沒有 就開頭用這個 這叫什麼剛剛忘了念 就是要 奇怪 它這個第一層的訪問那麼慢 剛剛那個第三層囉 是… Asterisk 是… Astersk Astersk 信號有Astersk 系語言配方 系語科學JUM變異器 應該是這個意思 JNU JNU 簡單的Main行證 Read to number and right layer sum 讀取兩個數字並且說那麼多 提示作用者輸入兩行字 Pump 提示 user Pump user Enter to member 你看他這個就翻得很好啊 他不會白色翻成兩個成員 他不是說提示使用者輸入兩個數字 所以要好到 這才叫中文看得懂嗎 那你說照英文翻 有沒有就這個例子啊 你翻成提示 輸入Enter兩個成員 誰看得懂啊 幹嘛這裡要輸入成員 兩個數字就很懂啊 存放我們所讀取的 這個數字 輸入的變數 存放我們要讀取的變數 對不對 Variable is to hold the input we read 這個變數是幹什麼用的 將我們讀取道的這個值保留在這個保留就hold了嘛 讀取就是這兩個字一起翻了 所以一定要用中文環境與義與法去翻它的義 比如說支持注意 這就很像我教國文一樣 文言文翻白話 每個都要對應到 對 可是這樣翻出來通常都是很爛 可是我強迫他們這個不是叫他們翻譯 是解讀 你翻譯想要一個字一個字像我那個 一個蘿蔔一個字一個表格的話 當然爛嘛 那有時候還看不懂在講什麼 可是問題是他們都有語感的到大學生 你知道原文在講什麼 你可以再把它順一下 就好像改自己的做文嘛 都有基本的能力啦 可是這種不同語言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那他自己母語他有自己的能力 有自己的成見 你知道原文翻誰看得懂啊 你也要先讓人家看懂 然後他再去改他的作文 你連原文都看不懂怎麼改 那我教他們就是你至少聞一聞 你要看懂他在講什麼 那也許翻出來的不對 解讀出來的好像怪別扭的 白話沒有人這樣 可是你至少知道作者要講什麼 你在用白話揣摩他要講的 講出來就對了 我是水潛或是這樣 不是說這樣就是可以學到翻譯 那是翻譯的基礎 你都讀不懂你怎麼辦 讀不正確對不對 其實讀取出入你看 這完全就照英文翻了 對不對 就是 把輸入的內容存放在這兩個變數 不是更好嗎 為什麼要照原來 對不對 英文的這樣翻讀取出入 因為你要搞清楚 你這本書幹什麼用 這種一定都實用型的書 實用型的書你就不要說 一定要忠於這個原文 除非你是學術性的 學術性也不行啦 可以啦 像學術性上的 這樣翻就翻成說 直接讀取輸入 那這樣人家知道 喔原來這個字是讀取 這個是輸入 讀取輸入人家中文環境 或中文文法還是 不知道知道你要講什麼 那這裡就可以再加一個註解 我們這個就不實做了喔 我們加一行也好 加這種 他說叫成對註解 或我們說夾註也好 或行註也好 當行註或者區塊註 你要說這是一個區塊註 或獨立的註 對不對也可以 可是獨立的註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示範給你看 它連在一起啊 不一定要獨立啊 對不對 可是這裡一定要獨立的嘛 你看 你這樣 也OK耶 對於人不好看而已 可是對陳氏 所以陳氏他一定是這樣 一直讀一直讀 他才不管你這個 因為在西語言裡頭 他分行是沒差 他等下讀到這個 就知道註解結束了 接下來沒有這個符號 就知道不是註解 這意思 後面有句號 句號 你就把這個當句號看啊 封號 因為他句號 英文的句號他已經用掉了嘛 你看 這冒號用掉 我們這裡還沒用到句號 前面我們那個 我們隨便用一個 一定有句號 看他有沒有屬性或方法 你看有啊 假如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句號他用掉了 所以他不得已 他這裡不能再用句號 只要用封號嘛 因為英文的封號也會表示一句話的完整性 你看句號是不是也用掉了 這裡竟然還沒放錯 對啊 還沒出錯 你這樣知其所言是很快樂 死被 哦這個封號 每句後面要封號 你就把它當句號 看腦袋轉一下而已啊 什麼都 而且又絕對記了久 因為你是真正理解 理解這個語言在怎麼用 就好像我們學會中文在學會英文 懂他語言裡頭用什麼符號什麼規格 你死被的啊 因為自欺欺人嘛 不是真正懂 哪一天會 你都不知道 尤其年久失修了以後就忘記 但忘了更會害怕 在這本書中我們用邪體表示註解 對啊 因為這本書是黑白印刷嘛 對不對 比在一般的程式文字中 浮顯他們 在實際的程式中 程式中 註解文字是否與程式馬文字 有不同呈現方式 則取決於你所用的程式設計環境 對不對 剛剛講的 他呈現方式 一般就是呈現顏色 對不對 你使用的程式設計環境 就我們講IDE 那個E就是emailment 整合開發環境 他這裡也翻成環境都不是好 對不對 他就再翻英文是emailment 像這個Visual Studio 叫整合開發環境 IDE 其實這應該整合 第一是Developer 應該是說 開發的 還不如翻成套件比較好 開發環境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中文多 你如果入門的話 你翻環境是可以接受 還沒入門 你對環境有一個成見嘛 中文沒有人這樣用環境 那會怪怪 應該有一個更好的詞來翻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這一種 你用這個 這就是你用的環境 你所用的工具 對不對 是nopay++ 所以這應該翻成 取決於你神式設計所使用的工具 或編輯器 對不對 或編輯的條件或環境 或界面 是不是 但是 成對註解不能內籤 夾注 以這個開頭的一個註解 會以下一個結尾 結果就是一個成對註解 不能出現在另一個字中 當然啊 因為這種失誤 所以一個成對註解 所以一個成對註解 就是一體的 不能裡頭又簽一個成對註解 又簽一個夾注 夾注裡頭又夾注 欸 可是我們中文古書可以 夾注有 夾注你看我這個 我們前面就碰過啊 好幾次 看我實行修就絕對知道 嗯 王先簽的 好像漢書 記住 不用啊 只要我們這個 開那麼多可以關一些 沒有用 那這個書應該放這 把它釘起來很重要 其他的 我敘一敘就不看啊 中文版開放給你們看 欸對不起啊 對啊 開放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 今天一開始就看那個 這語言不響 這不是中文翻譯的問題 我們檢驗過 我們就讀過了 我們現在第九頁了 等下讀 等下讀 現在就這裏 所以這個也可以固定 關一些東西了 前面開發的時候用的 Switch C-Shop 這個 什麼的一些都還沒壞 這也是前面開發的時候用的 組合方塊用的東西 啊 我們要休息一下 剛好應該 演書的 我們這裏做個Ending好啊 我們已經錄了五個鐘頭 算得繼續 三次那個九個鐘頭 所以還好 阿彌陀佛我這裏自已關 少召夜都念佛 暫停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阿彌陀佛 那剛剛前面我們已經 那個當調 臉書 我們說你手機 那臉書 臉書它直播是四個鐘頭為線 四個鐘頭它才會靜 這裏就是誠對註解 就是我們說的夾註 不能說他翻是內籤是翻得不錯 這才中文語句 這個是叫朝狀 Structured a place made or chosen by a bird for lying 朝 他翻成潮 Nescafe 就是潮 雀潮咖啡 那 他翻成內籤是對的 common pair 所以他翻成成對註解 common pair 其實是 我看他後面的索引 我們看後面 common pair 他倒是沒有這方面的索引 897頁 課本897頁 我們就叫課本好了 他只有common 然後 區塊 當行 你看吧 他 他的正文翻成成對 他的索引翻成區塊 對不對 還不如他索引這裡翻得對 他就翻成成對 其實區塊比較對 一個區塊也都被夾起來 不要受限於這個配爾的 英文字 所以翻來比較好 你看又發現了 897 他是翻成區塊 common 自己矛盾嗎 而不是成對 成對是不好的 中文看不懂 成對註解 好 他不能以這個開頭 這個我們前面讀過 你看他都用神秘來翻 你看他都用神秘來翻 那原文一定是 他說因為是一種錯誤 Let it result from this kind 對不對 如果編譯 編譯起錯誤 是產生是這種 我們這種註解 之中又有註解 又有槽 那個有夾住裡頭 又有夾住的話 前面要給大家看那個 中文裡頭有夾住又有夾住的 應該就是我整理 就是 那個 趨緣的負裡頭 甲儀的負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 大字是正文 這個小字 小字完了你看 小字 小字 小字裡頭有小字 文顯術乙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 這在C++裡頭是BG的 不能 我們來玩玩看 我如果這裡再打一個 因為他可以任何地方 其實是TAB 我現在就是在按TAB鍵 假如這時候我又想來一個夾住 對不對 真的給他這個 是不是就死掉 他說 編譯器出現的時候 會不會很令人費解 他用神秘 直接翻神秘 這裡不用 識別項 這個沒有定義 我沒有寫識別項 可能就這樣 這其實就是編譯器幫你預算 預先遠算一遍 發現有錯誤 這就是 夾住裡頭有夾住 當然不能這樣 那這要怎麼殺掉 Ctrl Y 就可以整個減掉 就沒有錯誤 你看這個下面就沒有錯誤訊息了 好 這其實就翻成 令人費解就好了 神秘而立了 所以喔 我真的很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 他都不給你複製 前面還說你的額度到達了多少 我真的打算買這本書 可是歐巴買了到時候 我們先看他不能閱覽 不要整本書不能閱覽 Google不是洩漏人家 破壞人家的所有權 那個製作權 我們這個是第幾頁 我們以中文書的課本 YES 這應該是令人費解就好了 還什麼神秘 神秘就是不可知 很難去解破他 了解他 中文就這個詞 竟然還 這就是中文程度不好 你看他這裡又照著神秘 而且令人困惑 完全就照英文去翻 剛剛已經討論 我們不再重複了 前面已經重複很左邊的 神秘而令人困惑 照英文翻 就令人費解 你看也是有令人兩個字 就費解兩個字 所以文言文不好 你不好一個一個字圖 像讀文言文一樣 你就懂什麼叫費解 真正懂了 當你有這個程度 你在翻譯的時候 這個詞剛好用在他現在想表達的情境 你的詞彙才多才有得選 所以平常不努力臨時爆破腳 就沒兵將給你 調兵遣將給你用 遣詞罩子 用字也是一樣 你平常不努力 不經俗的話 哪些那麼多字詞給你去用 真的需要用一時就抽不出來 舉個例子 請你在你的系統上編一下 你有文字 叫你去編譯 我們根本就編譯不成對不對 只能藉由IDEV 就Studio 2019或2015了 他的這個例子 我們已經剛剛玩過了 對不對 注解中還有注解嗎 可是剛剛他講過 這個當行的注解裡頭 可以在那個沒有問題 你看我們來玩玩看 你看假如我這個是注解 我裡頭要再來兩個當行的注解 兩個斜線 可不可以 沒問題 那像我這個 兩個注解裡頭 再一個可不可以 可以隨你 兩個一個隨你 就是他前面提到那個意思 可是就是這一種不能裡頭又包他自己 其實這就沒有必要嘛 你幹嘛做兩次 那可能是做個符號提醒自己 這裡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又何必這樣住呢 那有時候是一時疏忽 所以他可以說 如果你這一時疏忽 到時候等到便宜的時候出現錯誤 你就非常難去解破他 理解他 了解他 他到底為什麼會 對不對 想破頭的意思 Miss 我的 對不對 就是想破頭 如果你要用俗一點來翻 就是想破頭 令人廢解是文言的翻法 比較文雅翻好了 想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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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出來 到底為什麼會 是這樣 不蒙問會 好像我還會有 你看 這麼多 不需要的實惠 哎呀 本來就是Other 起 好 嗯 呀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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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一段嘛 那現在中文榜還有你就跟著我們看 編譯這一段文字的話 會被視為原始碼 就跟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樣 對呀 他的意思是說這一個部分 會被視為原始碼 我們剛剛也試過嘛 你中間再加他後面就會出錯 他說沒有識別像什麼 所以這個後面這個部分 中間又夾了一個東西夾住以後 這個後面部分就會被視為原始碼 所以就會覺得你那個原始碼是不合法不對的 他這裡說明是這個意思 看一下英文版 這裡中文版是翻得好 我們都就事論事有沒有 他說對啊 他是註解這裡嘛 這個部分 是把他當成是 當作是 這個程式的其他部分 別忘了我們這個寫的整個方案就叫 PROG 所以他那個名稱叫PROG PROG 的簡訊 縮寫 我們常需要在除錯時 將一個區塊的程式碼註解掉 我們常在除錯時 將一個區塊的程式碼註解掉 對啦 有時候有一個區塊的程式碼註解掉 有時候有一個區塊的程式碼註解法 不需要止息 就把它CAM COMMOUT 希望他不要直接 因為那段程式碼可能含有內籤的程對註解 所以註解一個程式碼區塊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我們想要忽略的片段 的每一行開頭插入當行註解 所以他前面講那個看似很簡單 我現在理解他為什麼苦口用心講 就是你如果要把一段 有時候爭錯的時候 有一段程式不希望他去執行 或者你現在手邊有一個現成的程式 或者甚至是自己之前寫的程式 你要把那段程式 不希望他執行 你一定順手就把它 變成夾注式的註解掉 比如說 而最好的方式 其實你看 因為他們不是用這個 你這樣的話你看他也是 你看 我如果選這一塊的話 他只有這一塊會給你註解掉 那如果我整個 你看 滑鼠 箭頭指向右上角的時候 他怎麼註解看一下 他也是用當行的 只有你選部分的時候 比如說我選這樣的話會怎樣 他可能就是 夾注式 可是這個就一個問題 來我們馬上 這裡 你看我們來玩一下 這裡頭有夾注 對不對 他叫做成對注 你整行選起來 這個IDE Visual Studio 會讓你 他用雙寫線就是做的這些獎 你最好是每一行都有雙寫線 這沒有問題沒有錯誤 可是你看我們還原之後 再用這個方式 你不整段選的話 他就是給你用夾注 哇太厲害了 他可能判斷裡頭有夾注 他就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IDE好用 要用這個IDE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這有沒有 Visual Studio Code 沒有 沒有 要用我這個 本機電腦 沒有 Visual Studio Code 可是好久沒用 其實你有哪些可以用 算了算了不要這個字 我們只好先把該了解的 了解就好 你看我這個還一直盯著 對他了解可是不行 那我這個 這是我外面實體電腦的 外面為什麼我反而不弄那個 Visual Basic 你看我實體電腦 這是學校的公用羽毛 有沒有 這是我的實體電腦工具 不 虛擬電腦工具 Forture Box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這一個 那我這裡有盯這個 這個為什麼用Visual Code 那這個為什麼用Visual Studio 這個是用Visual Studio Code 你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是可以免安裝的 然後這個是一定要安裝 所以我免安裝的跟安裝的就是 定在同一個地方你看 我這裡應該有Core 沒有啊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這裡等一下 好 好 這是Install 那我這裡 他之前可能是preview 我就收到這 那現在我把它找出來Visual Code 他可能這裡沒有 Visual Studio Code 沒有 我可能不知道是裝在哪裡 你按右鍵之後 再按右鍵看它的內容 對不對 找開始的位置 他原來是 在W 那這個是實體電腦的地方 才有這個 那 我看直接拉 不行 所以要到W去 然後W 有 沒救扣 這個扣 你把它釘到開始 從開始取 取 取消釘捷 他這個原來本來就有開始的功能 那我這個是這個沒錯 對啊 他已經釘到開始 我終於找不到 喔這一個 原來在這 那這樣也 可是這好不明顯 如果把它放在一起 就這樣 其實這兩個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看一下 看它的路徑 開啟檔案位置 它是在這 這是捷徑 有這個圖子 有一個箭頭 那你再開啟檔案位置 這才是真的 所以它都在我的W 這個 我實體 虛擬電腦裡頭沒有W 那它這個是讀外面實體電腦W 讀進來 所以它才有W 它本身硬體沒有W 沒有射到 好 好 就不管了 編譯 因為我是想說用Visio Studio Code 編譯看看 可是那個我也不太熟算 那課本這裡介紹的編譯又不對 它還叫我們編譯看看 對不對 廢了902虎去試的 照它講的都不成功 所以它這裡講的就是 要避免這個情形 我們剛剛秀給都會看 所以你用這個ID它可以 對不對 你用這個註解的工具 註解選起行 快速的到AUTO 那個 這個我蠻常用的 所以它會自動 它可能判斷這裡頭 來我把這個殺掉 來我們試試看 先剪下來 你看我這時候剪下來 然後改成這樣去 它就變 也是耶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它就變成這樣 可是假如你這時候在貼上 我們剛剛 剪下來了 一定就會死了 有沒有 這裡就出現說 必須是已經算死 就是它說的令人被解除 那你在還原這裡 我們把它貼上 從這一行開始選 等一下試試看 你看 同樣我這樣選 不是從頭 它變成這樣 因為它發現 一定是它知道裡頭有潮狀 你只要用VIO12 等於是幫它做廣告 有這個好處 對不對 不錯 那這個 它這一段要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註解一個程式 馬區塊最好的 方式就是 它這裡說的這個 就是 commonout commonout其實就是這個 按鈕的功能 這個就叫common out 取消注解選取行 不用放大鏡 就是這一個 那就是讓選取行給它common 動詞讓它變注解 取消注解 這一個對不起 這一個才是common out 把它注解 原來是直行行變成注解行 我就拉開常常這兩個都按錯 顏色比較像 每一行的開頭插入當行注解 一個當行注解內的所有東西都會被忽略 包括內籤的成對注解 可是那個成對注解 它這裡成對就是它自己說的區塊注解 或者說我們講的那個夾注 它本身它就不會忽略 可是你雙行的 雙斜線 對不起雙斜線的那個 單行注解行注它就會 編譯錯誤 內籤了注解一個錯誤 內籤了注解的一個程式 練習我們剛練習過了 指出下列輸出數據 何者是合法的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合法的話 你指出來 那我們直接看這裡 這個輸出運算值 所以Cout Cout 輸出這個字算 OK 因為是包括在引號裡 這是合法 Cout Std Cout 這個叫範疇運算值 Scope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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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 這個輸出這個也應該OK 把這個右邊的輸出到 Cout的輸出運算是OK 注意啦 這一個是註解 註解可以輸出嗎?當然不行 它中間夾了一個引號 那是註解區塊0可以保存什麼 而且它這裡竟然加個封號 註解是不需要封號的 封號我們講過的其實是句號 註解幹嘛要封號 這是錯的 這肯定是錯的 第三個肯定是錯的 前面兩個對 第三個錯 第四個是Cout 然後註解 注意看 它成對的 對不對 它分成成對也有一個好處 是這樣理解 要成對 只是中文環境你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 我前面講過嘛 你入行了才覺得它合理 又來這個還是錯的 對不對 輸出註解 註解是不會被處理 你後面怎麼可以再加個去 那個這個也是錯的 因為它被夾住裡頭 而且夾住裡頭 你看它還有沒有夾住 夾得亂七八糟 可是編譯其實它是抓這兩個 那裡頭又有 你看這已經結束了 有沒有 等一下 不急 這樣結束了裡頭加個雙引號 然後外面又加一個 等一下 這個是可以處理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包括在引號裡頭 它可以把它當這個處理 可是後面這個呢 這也可以處理 這個是註解 所以它會輸出這個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這樣騙我們 來我們試試看 第一個 是對的 是一個可視線 這個假如少了一個封號是錯的 來 我們試試看 你看我們現在就要 這個不執行了 對不對 把它 觸解 有沒有 你看我沒有全選 它也聰明的會幫我這樣 我們把它複製過來操作 你就知道 它可能鎖住還不讓你 對啊 不讓你複製 沒關係 那個 Google版好像也不能複製 我給它買 我真的很想買這個 不是吝嗇 是這個錢花在這 我還可以去幫助 像鄭德佛堂 那種愛心廚房 或者化妝未事 那種 小氣這 小氣這 這個是熱門的東西 你怕沒有買家 對不對 可是那種 愛心的東西 你難保確定有多少人發心 SSI就這個 試試看可不可以複製不行 就乖乖打字就好 不行 可是你可以藉由這個方式 你看第一個是對的吧 所以 我們這裡一樣 讓它還原 有沒有 還原成這個期待 等待我們輸入 它才會停下來 不過它就 好 這裡建置錯誤 V2未宣告 沒事 不知道要留著 想一下它宣告怎麼 宣告有印 對 這樣就好 休息一下 所以這個宣告區要給它 出絕取消 看到沒有 第一個是對的有沒有 印出來了 第二個 第二個是對的 第三個 也是到封號這裡 第三個應該是錯的 第三個應該是錯的 你看 它在編譯的時候就出錯了 就不用執行 對不對 第四個呢 對啊 所以你看用這個 有這個好處 你只要用重文字 像那些 那些 那些 前面講的 就沒辦法在編譯的時候 第四個是對的 對不對 只有第三個錯 你看 對的吧 就跟我們講的 它會印出這個 你看它用不同顏色表示 這是 這是兩個 夾注 或者他說的成對入解 兩個區塊入解 中間這個 是它要see out的內容 這個字串 前面是講String letters 字串 這正確的沒問題嗎 字串字面詞 字串 分成字串 String letters Litter Litter 字串字面詞 OK 這一次我沒有苟且 該做的 這個 這幾個都必須的要留 該做的CT 我們都做了 接下來這個 View code 接下來 接下來 After you are pre-set What will happen? Test your answer by 你 預測了會發生什麼事之後 願意 含有上述的各個數據的一個程式來驗證你的答案 是我們驗證了 已經做了 更正你所遇到的任何時候更正 更正就剛出現紅蟲蟻那裡 我們沒有更正沒關係 我知道怎麼更正就好 好 接下來是這個 Fall of control 控制的流程 英文要倒過來讀嗎 Fall就是流程 是他翻成流程控制 也對 流程的控制 Fall就是像一陣風和水流動 Fall control 流程的控制 控制的流程 數據 聯邦的美國 美國的聯邦 聯邦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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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美國 你要加個德 可能要倒過來讀 美國的聯邦 美洲的聯邦 聯邦國 那這就是控制的流程 流程控制 數據 Statements 陳述式 或陳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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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循序的執行一個區塊中 的第一個數據會先指揮 現在是第二個 這前面我們提了一次類推 當然很少有陳述式 包括 解決我們書店問題的哪一個 能單以循序執行寫程 取而代之 陳述式語言提供了各種流程控制數據 讓我們能寫出更為複雜的執行路程 單以循序執行 可以翻成幾乎沒有一個程式 包括我們剛剛想寫一個簡單稱 可以被這樣寫怎麼寫呢 用一種單純的這個 第一個就是1.4人的y statement 只要一個給定的條件為真 y數據就會重複執行下一個 下一段 執行一段陳述式碼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y來寫出 加總 數字1到10包括兩端 所謂包括兩端 include as follow 這個as follow 斷句要斷對啊 像如下的顯示 然後sum the number from 1 through 把1到10中間的數字加起來 包括inclusive 包括他本身自己大概是這樣 然後面他就用那個輸出 輸入的這個standard library 標準陳述式庫裡頭的這個 iostream 這個叫什麼東西啊 陳述式庫嗎 對這也是程式 iostream程式庫 然後在第五頁 課本第五頁 imend 然後in sum等於0 先定義這個是定義變數 sum和vl兩個變數 然後給他一個初始詞 initialize your is value 初始化他的初始詞 這個就是當行柱 當行柱解 keep executing the y as long as the valu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0 就是可以這個也可以那個 對不對 當這個變數的值是小於或者等於10的時候 就一直執行y的這個乘數字對不對 Val這個值是小於等於嘛 沒錯 10的時候執行下面這個乘數字 你可以發現這個y的乘數句 它很類似函數 可是差就差在哪裡 它不需要寫void 也不需要寫這個 你這樣就可以判斷它到底是函式 是乘數句 你說你前面不是講說這個圓光弧就是函數 對 可是還要包括這個現在就知道 這個元素不能少 方法或者函數 一定要有前面這個 那假如不傳回任何形態的詞 你要有void void void 它這個什麼都沒有 是不合法的 所以它絕對不是函數或方法 所以它是乘數句 雖然它也有圓瓜虎 後面也有大瓜虎 花瓜虎 所謂curly braces 對不對 這樣你就懂 這才看得懂 就像看得懂文言文 就知道這個西語言在講什麼 它這個是文字嗎 不是語文 這真的叫文言 文章上的文 紙章上文字上的語言 sum 你看它這裡加了一個印算值 可見西下方 vb就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西下方也是這樣用的 這個意思就是sum等於sum本身 等於sum本身再加上後面這個value 那它為什麼要加下左邊呢 就是要加上一個value這個值 最後設為等於 這個等於都設定值的意思 所以這個意思 完整寫法就是sum等於sum加value的意思 那它不想再寫一次sum 所以它就用這個運算值代替了 這個按鍵 它這個可以大一點嗎 對啊這裡 對啊這裡 這個我們工具列放這裡好處也是不會被這個bar 遮住對不對 對不對 sum等於sum加這兩個變數 這個變數等於sum本身加到value value的縮寫 指派sum加valuetosum 就是我剛剛講的 然後加加 這也是特殊的印算值 加加就是它本身加的意義叫加加 可要寫在左邊 不能寫右邊 這個特殊 add one to value 寫到右邊會變怎麼樣 好像意思是 等一下我們測試看看就知道 然後這個下瓜火就結束了 所以這裡的結束別忘了 它這個 ride curry braces 這是右邊的 curly braces 左邊的對應是這個 不是這個 所以這個只是這個乘數是結束 結束了 執行完就結束了 它就下一頁 它就請它輸出 對不對 請它輸出後面這個東西把它輸出出來 什麼的 sum of one to ten inclusive 就是包含 所以英文原來是這樣表示 還不能說one to ten 當然加了一個inclusive inclusive會比較明顯 is 再輸出一遍 對不對 你看它換行 它其實可以寫成一行對不對 或者你兩行 如果你是分兩行 這裡就要分號 然後後面再重複一下這個前面這個 它沒有封號 注意喔 所以還沒講完 它只換行編排方便閱讀而已 封號在這裡 一句號 一句話講 再輸出一次sum 輸出完這個之後再輸入sum sum是代數或者說變數 它就會把sum的值輸出出來 不是輸出sum三個字 你要輸出sum三個字 要加這個雙引號 第二次輸出完 第一次有幾個輸出運算值的輸出 第三次輸出什麼 sdt這個標準層次庫裡頭命名空間裡 sdt命名空間下面 這個捆域這個範圍 範疇scope 就是範疇運算值 裡頭的一個manipular 操作用指標或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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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下括號 ride curry blesses curry bless 這不是複數 這個就是對應上頁的這個 韓式或者方法的這個 那這一行就是對應returnly 是對應這個 它一定要傳回一個值 這個值這裡定義的是要整數 這是一句話 所以又封號 這裡一句話對不對 那你就會看文字 那來我們手動 你偷朗你就複製 我們才不幹這個事 所以我們把這一些都給它註解化 都不要了對不對 你看把它選起起來 你看它就是兩個還不夠再加兩個 後來你再註解越多 就越來越多 那這個 輸入 什麼東西 這個一樣 你把它刪掉也可以 不過我也不知道 目前還沒學到 怎麼讓它暫停 不過我們這裡加個中斷點也可以 就不需要這個 好不好 那這個就不要 那我們像 這個課本範例一樣 一樣include 輸出輸入程式庫 iostream的程式庫 就intout i要念int o念out 比較好 不要到時候io是什麼搞不清楚 然後要傳回一個int的man的函式 那這個下面裡頭 我們要先定義幾個變數 對不對 int sum 這個變數叫sum 然後給它出實話叫0 然後 豆點 也是int 就可以省略了 不能再打 打了好 它好像出錯 value 給它出實話是1 因為這是1到10 不能包括0 對不對 這句話講完了 是不是要打個句號 對啊 你把它想成句話就存 再來 叫寫while 你看 漂亮的就在這 你給它wire之後 注意按tap鍵 這是在Visual Studio裡頭才有的特選 你看 它會幫你完成那個 curry braces 和那個 有沒有 大括號 和裡頭需要的這個 剛剛講過它也有圓括號 可是它為什麼不是韓式 因為它不傳回東西 這就是乘數式跟韓式不同的 對不對 這一本課本叫數據 乘數式的數 然後句子的句 這裡頭你就要寫條件 就是 剛剛講的它只要這個值還小於等於10 對不對 這個運算值 小於等於 你可以把它選取之後按F1 就可以知道這個運算值是幹什麼用 這個跟csharp是一樣的 這叫decker operator 小於等於 operator就是運算值 operator叫運算值 算值 對不對 奇怪我有給它 它為什麼還在運算值呢 沒有人審核過那個嗎 operator taste if 一個 雙端對立 雙端對立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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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不知道是什麼 當some 是小於等於10的時候 就要執行這一塊 當就y y的英文是什麼意思 當 當嘛 對不對 而當 當這樣的時候 能不能條件存在 接下來就寫了 這個some 要等於 它本身 要加上value 所以可以這樣寫 這一句話就等於這個 這個 等於sum 加 v 是這樣 有沒有 兩個是一樣 我們等一下 兩個都試試看 那value 因為原來出此話已經是1了 它要等於它本身加1 所以可以這樣寫value 這比較麻煩的 對不對 我們也先區隔 然後 等一下這樣一塊比較好 它這裡照這個寫法是加加 加加就本身加1了 那現在我們寫在右邊 你看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不一樣 那這樣應該就好 那這個回圈跑完了 跑完的時候我們就要輸出了 cout 輸出運算值 然後 我們就1到10用國語 國文好了 對不對是多少 然後 這是第一個要輸出的 對不對 第二個要輸出的 是 那個 加總的 這個 這樣就好 是不是 第二次輸出的就是加總的結果 最後我們這裡做一個 中斷點 那就 可以停一下 來我們開始 它在編譯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 對 你看 馬上 結果就出來了 對不對 1到10加總起來是15 是嗎 因為我們剛剛寫 加加寫在後面 我們把它繼續結束讓它結束 好很好 是嗎 怎麼可能151 沒有 來 現在換成這個 會發生什麼事 1到10 真的啊 欸 還是15 那這我們要看它說明 加加你再停一下 按F1 等一下後面可能會講 寫在右邊 寫在左邊 寫在右邊 寫在左邊 例子是寫在左邊嗎 至少這裡是一樣的 來我要怎麼驗證這個東西 我叫出Excel 這樣比較快 你還按鍵盤1加2加3 按死你 善用這種工具 你把它拉到10 11還不要對不對 我就把11殺掉 把它選取起來按SUM就好了 55啊 哦 哈哈 哪裡錯了 很棒 這個錯了嗎 是V 這個小等於10 因為我們是1到10 怎麼會是SUM 對不對 難怪他 到15就切得住 因為15大於10了嘛 再來一次 這一次是用 加加在前面的 55沒錯 對不對 55 55 55 加加在前面 繼續 這一次用加加在後面的呢 取消註解這裡把它取消 所以你看其實在爭錯的時候 常常會註解化 你就知道作者 難怪這一本書是經典的 苦口婆心講 一樣 對不對 都是55嘛 再前再後難道沒有分嗎 看他等一下會不會講 OK 那我們這裡就圓滿 棒齁 這裡都圓滿 我們只是這裡跟他不一樣 不管他 啊我們漏掉 難怪我總覺得少了什麼 這是壞習慣 這個一定要補起來 輸出完了要清空 對不對 對不對 清空 N9 你看 你知道這個L是9的意思 把這一行 執行清空 那你看那個課本 註解他只是怎樣 欸我斷在這也可以啊 有沒有 我換行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你程式太長 是不是換斷下來比較好看 是這樣嗎 你在哪裡換斷 你看在這裡隨你高興都可以 都可以 甚至你看中間空了那麼多空 都可以 沒問題 這都是會被別人一起Compiner 忽略的 對不對 那其實他原來還是同一行 所以他叫N-line N-line 可他沒有那個指令 N-line 這個前面學過他是為了清空記憶體 這個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欸他運算子怎麼也是綠色字啊 我有沒有看錯 喔不是不一樣顏色很像 藍綠色 他不放大我有點色盲的感覺 感覺這個顏色很像 那還不能用end 要用 endline end的是什麼東西 截取疊代期 指向在指定的東西 最後一個項目 後面的項目 see out 然後 以後再學 後期 每次都要多大一個 有點麻煩 你看他那個下拉清單對不對 他end的先出來 目前這個用不到A 好的 所以他說小於等於 是value 我們剛剛變sum了 所以你看一定要親手打 不要覺得你會了 那你就 唉 沒有用的 再來 最後是returning 我們好像也沒有寫 啊 都不及格 有啦在這啦 省略了 所以不要偷懶 你看我的省略最後就會忘記寫 因為你要對應這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剛剛你已經看到55了 然後跟之前一樣 一開始我們先引入 iO in out stream的標頭 因為夾在那個裡頭 叫標頭 先引入這個標頭 並定義man 在man中 在man中我們定義了兩個in in 這個形態的 這個type 形別 你看也可以翻成形態 總是跑不出那個型 typ 我們定義兩個int這種形的變數 存放總和的sum 以及用來代表從1到0的個詞的v 我們賦予sum一個初始值0 並讓v從1這個字開始 這個程式新出現的部分是那個y y數據 stament 他就用那個數據 一個y有這樣的形式 y condition 中間就是他條件式 你剛剛看到我按tap 他自動幫你填滿 這個video studio的好處 後面是他的乘數 所謂的乘數據 你都可以知道 stament都夾在什麼 curly braces中間 花瓜虎中間 然後一個y執行的方式 是反覆的測試condition 反覆的去測試 檢查這個condition 符符符合條件 只要符合他就繼續執行 stament這個區塊 carrie braces 加起來 並執行關聯的statement 直到condition 變為false為止 一個條件condition 這裡 是產 true的結果 要不是true 就是 所產生的結果 它是這樣的一個運算式 一個條件condition 是產出的結果 要不是true 就是false的一個運算式 我可以幫他改寫一下 就是什麼 一個條件 這可以講成條件句 一個句子 一個條件或條件式 一個條件式或條件式 它什麼樣叫成條件式 它是一種運算式 這種運算式 就是產出的結果 不是true 就是for 這是比較好一點的中文 這個是他想要把照著英文原文去翻 而且又想要把它融合成一句話 我就把它分成兩句話 講更清楚容易 不要分成這樣 那時候不注意 讀不懂 只要condition為true Statement就會執行 執行Statement後 condition就會再一次被測試 執行一遍再測試 如果Statement 同樣還是true 那麼Statement 就是y就是這樣 反覆測試condition 並去執行Statement 直到condition 變成forways 我們來試試看 我是為各位試的 算了 我要省時間 你可以逐步執行 你要注意 不要進入韓式佛 他都會跑出 選第二個 不進入韓式 有沒有 這個時候 你可以這裡停一下 他會跑出一個這個 你把釘選起來 你就可以看這個value的值的變化 你看現在是2 現在是3 是不是又跑一遍 4 已經6了 你看他通過這一個的時候 他就變 直變的他會告訴你變7了 現在在跑 現在在跑 8了 你注意啊 碰到這個時候他會 變紅的 直行的變9了對不對 10了 10就是小於等於10 等於10 所以還是要直行一次 對不對 這時候變11了 11的時候這個條件是 就是來我們這裡停一下 他不是true 就是fold 看到沒有 這時候是fold 看到這兩個字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 等一下那個 這個 不進入函式有沒有快速鍵 shift bar 那就好 按鍵的你們看就可以 我shift bar 就return結束 他就跳出回圈 你看他我忘了按shift 他就 怎麼辦按F5就可以了 F5就跳出整個 不要再一步一步執行 好 繼續 這就是這裡講的意思 在這個程式中 Y的數據是 只要VAL 小於或等於 是就重複執行這個Y 這個不用看了 你剛剛都看到實例 我修給你看了 這個我怎麼記這個符號 為什麼等於不在左邊 我就想說他 像我們等於 我講過等於就是設定 你這樣讀 把some設定成右邊這個 所以你要設定 當然要把右邊 就好像剛剛輸出 右邊的要傳到左邊一樣 這裡也一樣 右邊的值要傳到左邊 所以 跟他接觸 跟你要傳到對象接觸 一定是等於 你不能等於左邊 左邊右邊要傳到左邊 你這樣記可能就比較好 我目前是這樣記 還有再翻一次 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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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叫流程控制 flow of control 好 好 好 有介紹這個運算子 然後 我們看中文版 其中條件用於小於或等於的運算是 less name or equal operator 其中條件用於小於或等於的運算是 其中條件用於小於或等於的運算是 less name or equal 是條件就會出 如果條件會出 如果條件會出 這個外的主體就會被施行 主體就是body 前面講過 就兩個coli braces夾起來的地方 block 參閱前頁 我忘記幾頁 你去查 那幾頁 在此主體是由兩個數據構成的一個區塊 block 主體就是block 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block 是在 大括號 coli braces中 的零或多個數據所構成 所以中間可以零個數據 一個數據都沒有 一個序列 一個區域算是一個數據 可以被用在需要數據的任何地方 你看一個整個區塊都當作一個數據 這個區塊中的第一個數據使用負荷指定運算子 這個區塊中的第一個數據使用負荷指定運算子 compound assignment operator 即 復荷指定運算子 看一下英文是什麼 看一下英文是什麼 這有負 compound assign 就是指派 結合了指派 這個運算者會將右手邊的運算員加到左手邊的運算員 然後將結果儲存在左邊的運算員 他的讀法就是這個加這個 然後結果存在這個 他的效果基本上就跟一個加法運算 即一個指定運算雷同 Assignment Sum等於Sum加這個 對不對 然後指定的寫法就是這樣 指定Sum加Sum加 對我們剛剛說要另外一個方法那個都忘了對不對 你看不寫這個的時候 這兩個不寫 這兩個還原 結果還是一樣 55 這是一樣的嘛 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 加加或者不知道寫前寫後它就是這個意思 Sum加等於那個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它這裡討論的東西 指派就是等於 懂了嗎 加是 那個 加法運算 指派就是指這個等於這個符號 前面我們看圍七百科之後它有這樣說 才知道為什麼叫C++ 它就是有這個plusplus這個運算值的operator 這個operator每次都念到後面的中音 使用前綴的地增運算 使用前綴的地增運算 即加加運算值 prefix 前綴在前面 我們剛剛試過後綴 其實應該有差 我記得C下面也是類似 increacement 就是地增的運算 地增運算值會加1到其運算元 運算研究value 寫加加的意思是跟這個是相同的 可是我們剛剛測試過了 V++寫在後面也一樣 可是在這個情況一樣 我想可能在某些情況方面 執行wire主體之後回圈loop 這loop在VBAN裡頭也是一個關鍵 在西語言好像不是 它就不會有loop出現 所以它是 原文一定是loop 它就翻從回圈 它只這樣註解告訴你 執行這個主體之後回圈會再次估算 evaluate 估算就是evaluate的意思 條件就是前面講的condition 如果 地增過後的value值仍然小於 或等於是在這個例子裡頭 那麼y的主體就會 body就會再次執行 回去持續性行 測試條件並 執行主體直到value 你看它這個旗峰很明顯 它是蓋在上面有沒有 這個字比較淡 浮水運量加 直到value不再小於等於死 下一頁13 只要value變得大於死 層次就會跳出這個wire回去 我們沒想到人家給我們四月的 我們都還沒讀完 花了兩三天了 層次就會跳出這個回圈 你們剛剛都看到十座並繼續執行 接在wire之後的數據 在此這個數據會印出我們的 在此就在這個例子 講清楚一點 你不要英文這樣講 有時候中文你在翻譯的時候 英文也許文字上這樣用很清楚 中文講成在這個例子都更清楚 這數據會印出我們輸出的值 我們的輸出 那我說成我們輸出的值 不是比較 後面再加個return這個數據 結束了我們man的層次return0 那喜題又來了 寫一個層次用y 將50到100的數字加總 好簡單 馬上來我想玩一個東西 我想在裡頭加個東西 不能什麼都寫在man裡頭 好不好 所以這個把它 空掉 這都空掉 你看這個就出問題 所以不能這樣寫 這都空掉 這個當然還要 我想做一個 不要都這樣 讓到時候越來越長 插入一個東西 專案插入類別 這是C++有類別 C++有類別啊 那麼好 好吧 那我就插插看 插入空的C++類別 類別名稱我們叫test 就好了 H檔式 C++檔式 基底類別 沒有 Best Class 存取 是Prob 沒錯 類別精靈 這大概Visual Studio才有的 虛擬結構還是這個我們都還不懂 所以我們直接完成 這裏就會跑出一個新的test C++ Test Test裡頭有兩個類 原來它類別是test 這是什麼意思 感覺這個符號在西下不是的方法 對啊 Test類別裡頭有兩個方法 真的 類別下面接方法 類別下面接方法 這個域有沒有 都是用scope operator 範疇運算子 這是整個檔案 這是這個部分 好吧 那這個方法 我們一個方法 為什麼它還會再加一個這種方法 這裡頭我們就寫一個 別忘了再放掛號外面 你要 警號 警號include include什麼 腳掛號 按一個它下一個就會 你按前腳 左邊這個腳掛 右邊它會幫你 iostream 你看我在按auto向右鍵 它自動幫我填滿 可是你前面幾個自己打 打 要有這個 手感才好 然後 然後 這是方法它也不傳回值啊 奇怪 怎麼可以這樣弄呢 難道我還要在這裡傳一個值嗎 這裡再寫一個方法試試看 傳回一個值的方法 這個方法叫sums 這個方法sums 然後 後面有一個引述 然後再加 還有括號 然後 這sums的方法 你看出現錯誤 沒有 因為我還沒寫數據 乘數是 sums的方法裡頭要 sums的變數 初始化是0 然後 再設定一個變數 跟它剛剛一樣 初始化是多少 它剛剛說 50到100 記得講完話要打分號 然後 必須是 必須是這個 可見它真的這個是方法 傳回值可以不用寫嗎 可以 cp 有沒有 現在變這樣 它這裡亂掉了嗎 這 亂掉 真的可以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不行 必須是識別上 還不能這樣寫 奇怪 這不是我所理解 我們看一下它這裡 是寫在這兒 我怎麼跑到 不是這裡啦 所以不能在cpp這裡 要在這裡 這個h我終於懂 它是檔頭的意思 HDR 這也是一樣 然後它這個裡頭 public 他這個 telt h 對嗎 這才是類別 類別類別途合兩個方法 對不對 那預設這個 我們不要這個 我們該名字 不行 不形 筆漏明確行筆 這裡要include public 這個方法前面加public存取的 這是類別下面他的成員可以是方法 就int 如果我改成我那個sum Cast也沒有test 他這個要同時改啊 遺漏明確行別 遷就他 這就不能改啊 與類別的成員韓式必須是建構韓式 這跟那個什麼真的不一樣 嬉笑的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Taste 我們還是不要自受聰明 來來來 這裡好 我們直接寫這裡 這裡前面include有了 他這裡 他內建的倒沒有 我跟你們講 這大概就是stand afx 這個還不知道是什麼 一樣我們先 命名變數 那這個就不用啦 這裡 改一下就好 這個啊 我們不要在這 否則到時候還得了 越拉越長 這個把他拉到最後面 用不著 最後一次return別忘了 先告一個 變數 26.10 因為前面是分號就錯了 然後呢 又來了 變魔術 按Tab鍵就可以 Condition 只要這個 小於等於100 他題目是100 在100以內 50以上 數字加重起來你就執行裡頭了 sum 等於 注意啊加等於有沒有用剛剛的方式記就好 sum本身加value 然後value這個時候呢 我們現在乖乖的他寫左邊就左邊 這叫前綴啦他是用prefix 然後最後呢 然後印出來 cout 你看我都乖乖的弄 一回聲二回首就越了 out 然後 50到100 總和 總和是多少 是不是就 把這個sum 列印出來 然後 再列印最後的std的 nline 整個 對不起 這要加個中斷點 這要加個中斷點 這是我們剛剛加的 已經被宣告 不能 城市應該是寫在這 這個我們要不能加 大 大瓜虎可能是要在這 對不對 這裏不行 然後這個又是什麼 沒有這個成員 因為你忘了加封號 沒事了 TES已經被宣告 沒有 喔 public 對啊 封括號 TES 他這個為什麼要再加這個方法 錯的 喔 還是要分 還是要分號 難道這個 能加分號 這個不懂 Ctrl要把他剪一下 他原來是怎樣 我都忘記 應該是這樣嗎 火大了就把他刪掉好了 這不要 這也不要 剛剛大概就是這兩個新增 加一個類型竟然要加那麼多東西 出來啦 38 25 50到100的總和 便算一下 50 51 到100 你看你如果按計算機你現在要怎麼樣 你看他ECL會跟你講已經到100了有沒有 右上角有個提示文字 然後這時候拉完了你直接按這個 最後一列就3825 答案對不對 是不是 也是3825 繼續執行開始結束 好第1題寫完了 除了會加1到 因為我有點基礎啦 所以好像很容易上 除了會加1到其運算員的加加運算值 另外還有一個會減1的 D減運算值減減 使用D減運算值寫由Y 印出從10D減到0的數字 很好 不要偷懶 又來了 這一個 整個 我們都不偷懶 只有這一個 每次在用眼睛看都複習一遍 一樣 先 宣告一個sum 等於0 然後value等於1 不對 Continue 從10 從10D減到0 所以一開始要10的 7號 然後 sum 對不對 現在是y 不要死被要去想我現在要執行什麼 只要是value value 怎麼每次我都打封號 value 大於等於0 這時候 他沒講 對不對 他沒講這個 我們還蒙對了真的是這個 沒把我按F1 用這個東西 沒有 按錯了 這個 有嗎 大於等於 有嗎 這樣寫沒錯 大於等於 然後這個value 大於等於0 因為他等一下會從11 扣到0 我都要執行裡頭 然後這個時候sum 就等於 別忘了 加 等於是pi 等於 value 地減 地減 他這個地減是10到1不是他 總和用減的懂嗎 總和還是加的所以這個沒問題 同時要加 原來sum 初始是0 這一行的意思sum等於0加上10 存回sum 那就是10對不對 第二個 這時候 處理完第一個的時候 這個 value就減減了 再處理第二遍 最後才 跑完回圈之後就是 std cout 輸出這個值 從10到0的總和 是 那一定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這裡要再 輸出 他的總和 然後要輸出std的 endline endline 好 對我們用中段點 應該還是55啦 只是倒過來數 一樣嘛 那我們要看這有什麼不同 就是一樣跟剛剛一樣 加這個 增錯的時候 然後我們 你看 這個值 滑鼠停在這裡 value怎麼會變 488 然後 然後 這個sum 你給它定一下 你就看它的變化 然後一樣我們不進入韓式之行 這時候就變紅字了 所以你在宣告一個int的時候 它剛開始配置的詞竟然不是0 剛剛有沒有看 我們再重來一遍 所以不要以為我宣告一個sum 還有這個 尤其這個是動態不是靜態 如果我一開始就這樣宣報 靜態的變數呢 有沒有 有沒有 看到沒有 加不加static 我們一開始 static差別在這 有沒有 所以它在編譯的時候 他看到static 他就要先配置好記憶體空間 上你指定0 我就給你0 value 他這個幹嘛擋住 value你指定10我就給你10對不對 這樣可以使用來我們停掉 把這個 static 拿掉你看 然後 按主不正錯 還沒走到這一行 還沒走到我們指派 你看 value它開始 因為你是 他是讀這樣 你要 上和value要 integer 整數形 所以你看他派給你的詞 就是這個 隨便抓一個值派給你 也有 他可能有一點取亂數 有沒有看到 300320 隨便派一個整數值給你 啊 其實他初始話他不是0 那這個可以 他還在 Value 奇怪這個我們已經註解化了 他這個竟然還在 對不對 我們把他殺掉 他還是讀 他還是讀這個嘛 再來一次啊 好玩 你這樣才 知其所以然 你看那個 除了國文能力 你本身你看 加了Static 你看 有沒有看到剛剛閃一下 那就是compiner看到Static 馬上配置給你 那動態的是 等到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才會配置給你 太明顯了 太棒了 現在Static概念更明顯更了解 那動態的 沒有Static就是你看 來了 一開始是配給你3什麼隨便抓個整數給你 你看現在不是3了 很明顯他隨便抓一個 只要兩個不一樣的 反正是兩個不同名字 他可能看不同 這780的760 還故意差20號 然後 你看執行到這裡 執行下一個他又另外抓一個 變負的 執行到這他就馬上配 這是不會變動 對 那他為什麼剛剛會變動 可能就是別的地方需要他的記憶體位置 他消掉 反正你現在還沒有出實話 他就複寫他的位置 有可能是這樣 懂嗎 這個動態 記憶體位置 不會被鎖住 靜態就鎖住 馬上配給你位置 別人不會干擾你 啊 真的懂 那你剛剛看到這個字在動 變 靜的相對意思是變動的變 因為我們中文的靜相對是動 因為他在動什麼 他其實就這個動是 Dynamic 都翻成動態 就變動 會變動才對 所以以前我也是看那個 看都看不看 對不對 你看 都講動態 什麼動 這不是在那做木 這種動不是英文的木 這種動是 Change 變動 你看 你知道字典這樣翻根本就 看不出他那個意思嗎 有變動的 啊 改變了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重要是會變 對不對 不斷變化嘛 你用Google那個就是不行 他都是動 所以我們給他改 不是 變動 來Nynamic 那你變態會被 我們漢語裡頭有變態這個詞 對不對 就用變動去翻應該就可以了 會變動 改變 改動 變動比較適合 改好像我們通常 國藝講改好像有外力介入 這個是他自己會變 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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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所以一定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好這樣就第六個習題又會了 對不對 意見結果是一樣 Dynamic 他只是同時 啊 我們還沒看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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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還沒有煮航看 變動的 你剛剛看到 靜態Static怎麼用 就明瞭了你看 這時候sum是10 Value是10 執行的這個時候 Val這個值就會變9 變紅字 19 10加9是19 Val變8了 我們看到D減 7了 L了 就這樣 OK 我們先以中文為主 再來 這個意思就是第1章的第9題 大概是這樣 寫個程式提示 使用 這應該斷句斷在這 你請寫個程式 提示使用者輸入兩個整數 印出這 由這兩個整數所指定範圍內的每一個數字 當然 這兩個整數 所指定內的每一個數字 當然 每一個整數 對不對 不會小數 好來 來寫吧 這又來了 拉上去 中斷點 不會 再 一樣複習一下 include 需要輸出輸入要這個 這又來了有沒有 這就剛出現的問題 所以不能這樣 現在不能這樣 因為要先請使用者輸入 提示使用者輸入 請使用者輸入 請使用者輸入 所以 可是我還是要設定兩個變數來儲存 對 12 等輸入的東西 這個出值的話是0就可以了 應該是value1 和value2 這要兩個 因為他輸入兩個 最後我要輸出一個 對不對 所以總共要 宣告三個 然後就要請 std 裡頭的 c in 存到 Value1 對不對 然後第2個是存到 Value2 然後 這 存入沒有N9 輸出要有N9 好存到這兩個值之後呢 我就可以取到了Y 我要執行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只要是 注意第1個數字一定是要小於第2個 我這樣才有判斷 所以這個一定是 一直等到 第1個要小於第2個 小於等於第2個 不對 對 這個時候呢 我都要執行這個區塊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區塊就是列出裡頭的文字 那就是 要c的 不能這樣喔 這個不是int 這要是string 他沒有string的 他沒有string這個喔 那有寫什麼test嗎 int 他這個是這個符號 String是什麼 他沒有string 那就有這個嗎 沒有 倒是有這個value 對 來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是 你看一下形別 基本形別 Fundamental types 恰 Bulling Shore In Long Roll Long Double Double Science of Foundation Time 都是數字型的 Daytime Rain Fondation Time Void Bulling True 這是文字的 Character Carry Time Abilled Time 這是內建的 行別 Ad Revalentia Alpha Cheret Azwell 字母數字 Number 4 這是 Fundamental Fundamental 這要用Char 這要用Char 你看他沒教我就會因為我有點底子嘛 對這個是 聽到這看一下 這都沒有提示 這個可能2015不好的地方 Char 這個是 不是Sac 不是 我們就改用List 然後那個給他出史詞就是這個 沒有任何字 還真的可以接受 跟C下不一樣 然後這個要怎麼樣呢 那個List 等於 List本身要等於 他列出這些數字喔 Value 1 為什麼這樣 Value 不能這樣喔 對可以 Value 1 Value 1 等於 就加加 加1 這個是要轉成 讓他轉成Stream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寫 怎麼吧 因為這是數字啊 對不對 我要轉成文字 要怎麼轉型 Convert 西下額是這樣都沒有 Stream 恰 也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東西可以用 咦 他都要雙 可能不是用 恰 Alpha 這個呢 沒有 應該就是恰 後面看有沒有什麼 不知道 不講解 完全的 看有沒有Int 看有沒有Int I 還沒到 還到 Int 32 True Type Different Int True T 是這樣嗎 呵 剛好被我蒙到 沒東西 放棄 P 我改一個方式 這個不需要 他是怎麼樣 這樣就要印出好幾次 這個Cout 你看 稍微 不留神 他 輸出這個東西 VL1 就好 輸出之後 N line 你看 你看 馬上 不用就忘記 看到沒有 所以不要小看喔 要勤快 哪一天你都不知道 那這樣他要輸出好幾次 我們看結果是怎樣 現在這裡做個中斷點 點一下法術左前 給他知心 好 那我們 放小 那一樣我們 F8 誒 先輸入說 那我沒有給他訊息啊 難怪 STD 要輸入 CR 輸出 請 請由小到大 他 輸入 輸入 起始數字和尾數 對嗎 對嗎 請請長大大 起始數字和尾數 我就 2到 我們想 先2到10好了 按Enter 好這次 中斷點停下來 好這時候他會列出2 對不對 2 對不對 然後 這是誰啊 Aero 可能 我們 陌生人 2完了 來我們一樣這裡給他 停下來 其實這裡已經有了 用不著 這還要殺掉耶 不會他會留下來 他不會自己清除 2 現在變3了 對不對 變紅字 3也印出來了 4也印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 2到10都印出來 Return Return就結束 2 3 4 5 6 7 8 9 10 我們再一次 請輸入這個 你看這個差在哪裡 他是不是在這個尾巴不好 我還要按Enter 所以我乾脆就 這裡要加一個東西 前面我們有看到 這就換新行 有沒有他就不會 你看他等一下那個插入點位置他就會 往下一個有沒有 我剛剛是接在後面 所以這個作用你就知道什麼意思 前面沒有講解我們自己 因為我有點C-Shop基礎 我們這次來多一點 22到333 22到333 嗚嗚 333是不是全列出來 從22到333 哇還不夠列 這太長了所以他有限制 列太多還不行 我們不要列那麼多 22到 122到 22到 1220 122就好 122 22 222 223 22列到122 OK 好 這一題就Over 那個其他 轉型還不會 C-Shop跟C-Shop不一樣 你剛看到我就想是用C-Shop的那套弄 不行 碰釘子 好 對啊 這就是這一題解 結束了 練習 第幾頁 13頁 所以我們 對啊 頁13 對不對 頁13 練習1-11 練習1-9 剛好我們都還有流 好 5-11 你這個是按Auto Shift向左鍵 就可以升階了 你看我左邊是不是就有層次就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們練習9是這個嘛 你都留下來 他說 5到100的加總 就這個 對不對 還好我們都有 還好我們都有 都留下來 5到100的加總 這個是 哎唷 不錯喔 他連格式都可以複製有沒有看到 我剛那裏 你看都用 都用這個微軟的產品好處就是這樣 這不要給他叫定 OK 小字沒關係你們自己再放大看 接下來是 對不對 地間的嘛 10 10 1-10 1-10 寫一個程式然後 列出全部的 就這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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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用我這個範例的話 剪假貼賬再把他取消這個註解就可以 沒想到我還要這個能力寫答案給人家 後面它是它的例子,我們就不用那個 它都忘記了,這樣就不會樂樂等 夜13的 好,再來,習題章節練習 接下來是4數據,前面是學Y數據 WHOHILE 這個也是有VB跟那個C下有C 在我們的Y回線中,我們使用的變數來控制 要執行回線多少時候,我們在條件中 測試而變在Y的主體中自己針 主體就body block body 一個區塊 body,主體用體來翻的話,大概就是 原文是區塊 原文是body 這種模式也就是在條件中使用一個變數 並在主體內地針該變數 因為太常出現了,所以此語言定義了第二種回圈 此語言那是C++ 4數據能夠縮減依循此模式 所以它原來是有Y,先有Y 後來因為大家都要地針 你就不要裡頭再寫一個地針了 對不對 在本體,所以它是在數據裡頭就幫你地針 能夠縮減依循此模式的程式 可以縮減一下 學到現在才知道Y跟4原來是這樣 有這樣的 所以有一個先有一個後 Y這個其實在VBA裡頭就是類似於什麼 類似於Do loop Loop,就是前面出現的那個Loop 在VBA裡頭它是Do loop這樣的 然後VB和VBA裡頭它是不會有大瓜糊 不會有Curly braces 它就這樣 從Do開始,然後也不用加什麼括號什麼 這個大概就是西語言裡頭的Y VB是Do loop 意思就是做這個回圈 我們可以改寫這個程式 改用一個for回圈來加總1到10的數字如像 include 標頭header 引用 引用 輸入 參考 代入這個in-out string的程式 in-main 傳回一個int的main的函數裡頭 定義一個int形態的sum這個變數 給它初始化為0 這裡要分號 加總從1到10的包括兩端 包括兩端就是1和10兩個數字 forint value 所以你看它這裡也不要再設定另外一個value val的這個變數直接在這裡條件裡頭 然後你要定義這個變數的是什麼形態也是in 對不對 可是剛剛我們寫在一起 逗號的話還可以省略一個in 所以你說到底是誰 value等於1 value等於1 然後 然後 哇 第三句話是它遞增的值 第二句話是它的條件 sum等於這個一樣 value等於sum 然後 請輸出cout vr 回到這個 要注意一點 這個在 那個sup好像還是要用courie bless 要花瓜壺大瓜壺刮起來 它這裡卻沒有 所以他下一行接的這個就可以 那假如我這裡中間有好幾行 難道也不用大瓜壺就可以嗎 我是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只有這一行 这一句数据乘数式 对不对 所以他就没有大瓜糊 如果是好几行的 可以这样吗 跟之前一样 我们定义sum 并将初始化为0 在这个版本中 在for这个数据statement的 版本中 我们将把它定义为for 数据本身的一部分 它的定义结构就是 你先定义一个变数 然后给他一个初始值 然后 接下来是讲这个for的条件 在什么条件下要执行 然后最后一个是 这个变数有什么规则 对不对 这个for要执行什么 乘数式 或者运算式 就是在这 所以有一句话的一定都是乘数式 每个for数据都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标头 Header 所以标头不是那个专用的 他是一般的称法 不是include 这里 警号 集一个主体 body 标头就是这个 这个是主体 所以体跟身体有关的吧 标头公司是主体执行的次数 标头本身有三个部分组成 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分析的 初始数据 条件 in-need statement condition 以及一个印算式 expression 表达式 在此 in-need statement 是这个 就第一个分号的部分 第二个分号到第三个 不是 第一个分号到第二个分号中间 第一个value 并不予他初始至 变数他只存在于fault之内 超出这个 这叫区域变数 你无法在此回正结束 使用不 他就无效 就前面讲destroy 翻成摧毁 他就消失了 他就注消了 他就注消了 其实我发现用注消翻destroy才比较对 中文 翻成注消 应该是注消 是注消的意思 他就注消了 销毁了 也可以 销身逆迹 摧毁 这什么建筑要摧毁 这就是中文不好 他就说要摧毁 注消 就没有了 也可以 然后这个子 只执行是 出死罢了 他只 出死 执行一次 destroy destroy 终于在第一音节 destroy 也就是最初进入fault那一次 condition 条件 将目前的子与10比较 condition每次跑回线都会在测试之要 主体 expression会在for主体 for的第一次主体实行后 这里的expression 使用前缀地震印算值 它会将 加1到value 就是执行expression之后 for 会重新测试condition 如果新的value值仍然小于 或等于10 for的回线主体 就会再次执行 主体执行后 value会再次递增 回圈会持续进行到condition 不成立为止 在这个回圈中 for主体进行加总命算 回顾一下这个for整体的执行流程会 创建value 并将此出出化为1 测试value是否小于或等于10 如果测试成功的执行for主体 如果测试之外就退出回圈 执行 继续执行接在for主体后的第一个数据 递增value 递增value 重复第二步骤中的测试 递增value之后 只要条件为初 就持续进行剩下的步骤 又来了 习题章节 1-4 下列佛回圈会做什么 上的追踪指是什么 一样 练习1-12 你看我怎么做这个东西 善用工具啊 练习1-12 这里先改成文字 1-13 看到没有 复制 贴上 这是第几页 是事页 贴上成文字 1-13 1-13 1-13 它这个其实中间会有一个tap 我就不管了 应该也没关系 这样也比较对 比较整齐 那整个呢 给它升阶 降阶 有没有 这样就很神奇了 第几阶啊 这平常的时候是不需要出来的 那它可能 可以显示第几阶 预设好像都三阶 所以我想把它降阶 每次这样会拉太长 好 来吧 好玩齁 下列佛回圈会做什么呢 上的最终指是什么呢 in 上的一定for in 我们先解读一下 定一个 在佛回圈 先第一个I这个变数 那它的初始值 第一个句话讲完嘛 初始值是-100 然后I会 当I小于等于100的时候 就会执行这个主体八抵 然后I的变化是说 一直递增 从-100 一直加到100 把它加整起来 好 来吧 先定一个总值 对 那等于0 然后I就只 你看for 我按tap键就跑出这个了 所以它 已经帮你弄一个size 这个size 是类别 所以类别 这里的类别 其实应该说是行别 你就可以用int 来表示 I等于-100 把它初始化是-100 然后I 这个 I怎么条件下要执行整体呢 I是小于等于-100 I要加加 你看它是写I加加 不是加加I 对不对 人家也是写在后面 那这个因为中间空一格 才会错 所以这要分开 对不对 你中间不能空一格 你要连在一起 它才会打当 那这里空不空格就没关系 你空格 比较好看 你有沒有发现 C++的规则 然后这里头 执行的主体 你看它有大瓜糊 对不对 那跟CSHOP是一样 这个主体就是 上 加 本身加上I 是不是 就这样 写完了 你看最后 我们最后当然要有一个输出的 前面已经有includeIOStream TD output Cout 不是output Cout Cout 输出这个东西 SN 输出之前先讲 I -100 到100 的整数 总和为 这个 输出一次 记得要 M-Line 然后这里我再变化一下 你看喔 我的变化型 这个是Begin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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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100 我怎么喜欢 还没讲完话 然后END 就是STAR到END 刚开始到结束 等于100 这时候就用E 把它带进来 这有什么好处 这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这样 先输出S 对不对 再输出道 再输出E 再输出这个 好 之星 变化一下 因为我有点基础 哦 因为刚好减掉了 对不对 100到100的总和刚好是0 前面都负 加一遍再减一遍 对不对 看到没有 所以这样比较好 好吗 好 然后 我停一下 我们用前面学的STATIC概念 对不对 这两个数 根本都不动 这会变动 所以不能用 其实也可以静态啊 其实三个其实都可以静态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加个STATIC前面就好 所以你就知道 STATIC不是说它的值不能动 它又不是常数 是说我先配置 一个值给它 在 那你就可以测试到底是 先配置值快还是慢 对不对 怎么样速度比较快 对啊 所以这个STATIC是 正好我们这样 那我们 那我们 不敢相信 怎么办 马上 1 不对 -100 -99 对不对 皮斯拉到 100 浪漫 诶诶诶 装锁 5 6 5 5 5 8 5 5 6 8 Ctrl向下鍵 鍵盤按住Ctrl再按鍵頭鍵向下 果然是0 依然位1 到依然位201 這個就依然位201 果然總和是0 第一題結束 我們喔 第二題 使用FOR一圈改寫 我在想喔 這個其實就很漂亮了 他可不可以插入一個程式碼區段 因為WORD功能那麼強應該是有 WORD我們插插看 插入 程式碼區段 有這個詞彙吧 程式碼 程式碼斷 程式碼斷 區塊 區塊 程式碼斷 程式碼 Barbara 程式碼 程式碼區 程式碼車 背景 開入程式碼塊 完全部 阿 以程式方式 插入夜手夜回文件 程式碼 編輯器功能 他是叫程式碼片段 插入程式碼 你可以將程式碼片插入程式碼區塊 網頁中插入 在MicrosoftUR的插入程式碼區塊 清上效果圖 哇好棒 這個程式碼高亮度工具 還是要加外掛 程式碼框中 貼上程式碼選擇語言 點選Show Highlight 複製深層的程式碼 這要跪到哪裡啊 程式碼撰寫 總不能說誤我的啊 也不對啊 程式碼 撰寫 程式碼呈現 程式碼呈現 如何呈現程式碼 真的有這個東西耶 我們就來這裡啦 我們就來這裡啦 一個問題來了 沒關係啦 他應該不用整個 那個吧 在我實體電腦 他怎麼知道CC價價 預設是CC價價 我實體電腦 然後呢 複製深層的層次碼段 還是要複製 這個太好了 重要筆記 中藥筆記 呵呵 參考資料 這裡要加一個參考資料 這怎麼辦呢 你看喔 编辑一下就可以 有回應嗎?我的習慣跟人家道謝 沒有就不留言 不要說我們看 因為人家會有流量 我以前做波羅歌也是這樣 你來看連句謝謝什麼都不講 那給人家感染很不好 做了一些基本好像 這只是來拿你需要用的東西一樣 這個可以變成上一集的 這個變成它內容 我們知道這個是從它來的 複製程式碼段 步驟2 在麥克斯要選擇插入選項床 再點選物件 Open 選擇Open Document文字 它叫選項卡 好奇怪 功能 表嗎? 難怪這大陸的 可是它為什麼這裡是寫 難道它電腦自動轉的嗎? 在新彈出的Word 之前深層的貼上程式碼區段 好像有點錯亂 儲存後關閉所彈出的 Word的視窗結合看到程式碼被優雅插入 文文結合以下兩篇文章 CSDN大陸著名的這個 陳車乾巴社群 它主要是拍檔插入選 Word拜託 Word是一般人家做paper的那個嗎? 一定可以的 那來啊 我們馬上試試看 插入 其實就插入物件 這個我已經很熟了 這個我已經很熟了 不知道有這個open document 文字 文字吧 不是試算表 open document 這個open document好像是一個免費的office軟體 開放什麼的 哦 看大Q文 文字 你看它叫電子錶盒叫Excel嘛 點式文稿叫投影片嘛 演示文稿叫投影片嘛 你看大陸翻的跟文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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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啦 我們試算表 你看台灣跟大陸 你自己看中文翻譯 你這點兩下就可以了 你這點兩下就可以了 然後 這打開的地方貼上去這個 怎麼變這樣 那他說 那他說 這新彈出的沃爾的窗口裡 之前的陳詩爾貼上去是還是這樣 你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會多彈出一個窗口 顏獨秀1 顏獨秀1 顏獨秀 我開了兩個窗口嗎 這也會 他自己跑出來 這是什麼 不知道先回去 啊 難怪 這是我這裡的問題 我看這裡可以 因為他 這是虛擬電腦 或者那個的問題 他沒有記下來 所以我們要從這裡 我們要從這裡 去弄 Cynek 語法 Highlight Word 這裡 剪下來 貼上 貼上 是了 然後呢 儲存後 關閉新彈出的沃爾沃爾 還要先儲存再關閉 所以他裡頭好像 他其實 對啊 剛剛有講 插入一個物件 那如果我不儲存呢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插入 幹嘛要儲存 對啊 有沒有 他其實就是一個框 文字框 你點兩下他就打開 就在檔案裡頭 插入一個文件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 可是很奇怪 你打開這裡沒有東西 你關閉他左邊 竟然會有一個 對不對 你看他的行數 人家是01到06 他變成這樣 1到6 因為他被 他被Word 自動 所以一定要儲存 不過他自己 會重編 欸 01到06 貼上來變這樣 1到6 也沒辦法 有沒有 沒辦法 沒辦法 只能這樣 這樣 這樣也可以啦 其實我們這樣也可以嘛 從 西夏來 拜拜 Visual Studio來 要學到一個新招 這個很重要 網站 貼上程式碼 那如果我不插入這個呢 直接複製他這個 貼上 對啊不是更好嗎 啊何必還要 對不對我直接貼上就好啦 我還可以選選項 看你要貼哪一種 合併格式當然不行 直接貼上比較好 要這樣多此一局 還不是一樣呢 這還多了一個這個 對啊 這還比較好 這個搜尋 這個可能還不能搜尋 你不信呢 你看 你看 不能搜尋 他會跳過去你看 奧馬 何苦咧 直接貼上就好 對不對 這個倒是重要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改一下那個啦 怎麼都這個奇怪 我的內文 格式字型 這中文字型 一般字型太妞 太 太 失敗 沒有 忘了按確定 忘了按確定 對啊 只在此文件 這個字比較漂亮 我細明體的英文這很爛 手動改吧 用這個 多少 標題 這沒有標題 這不是也內文嗎 不是 Google書 V還5 所以這是階層啊 標題幾怎麼看不出來 標題2 你不知道他標題幾喔 其實這裡選就有 他竟然沒有反白 奇怪 Ctrl、Auto O O就Online 對 對啊 這階層2嘛 不階層1嘛 所以把它關掉 階層2就是標題2 修改 已經是啦 微軟正黑 為什麼它是這個顏色 中文是這個英文 中文是這個英文 英文 Tai New Norma 為什麼就 不管 好 繼續 1到13這個題目 這我們要留的咧 蛤 可以放後面 使用FOR迴圈改寫1.4.1頭 頭兩個練習 我看這份不快 1.4.1 哦就是這兩個 就是 1.9和1.10的練習 那我們 1.9和1.10已經寫了嘛 把它貼過來 把它取消 注9 然後 用FOR來寫這個 對不對 那SUM VALUE就不用了 這個VALUE其實是50 所以我就FOR 或者你TAP鍵按一下就好 那個 好像按兩下 C下 這SINE就是它的那個 型別 I等於 50 那一題 50到100的數字加總 所以啊 初始值是50 然後I小於 01 或小於等於100 也可以 然後I++ 人家是I++ 我們就I++ 不要他說++I 那這個 這已經有一個了 這就不能說 他是用I V就不要了 對不對 然後呢 SUM等於 I加他本身 然後I++就不用再寫了 他本身就有 對不對 這就是答案就出來了 這就是答案就出來了 50加100的總合是3825對不對 再檢查一遍 3825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根本都不用 這是 1到13 這樣就很好了嘛 這有點畫蛇天竹 我們就畫蛇天竹吧 哈哈哈哈 這B用那個 直接就複製就好了 下一個我們就不再複製啊 這個嘛 確實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還遜一點 只好這樣還能檢索 下一個是 下一個是 第十題是 除了會加一道其運算 另外還有一個會減的 這是必減的 這是必減的 乖乖的做 不要裝聰明 不要裝聰明 別上再取消 一樣已經 設定這個 所以不要了 4 因為4它 內建的都是i 我們就用i不要用valu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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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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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於等於 零,那時候 十到零,還加加 這裡就要改成減減 递減運算值 中間這個就是一樣 注意啊,我就是這樣記 我們通常會先等於 可是你只要知道他的設定 把右邊的值設定給左邊就對了 他本身加這個 那不用递增 這裡已經有递增了 递減低 所以十到零的總和是多少 應該還是五十五 剛剛有背起來 沒錯 對不對,成功了 既然如此呢 我們就直接剪下來 接到這裡 第二梯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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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已經大概略過獎了 對不對 只是說條件是初始的話 我們剛剛也批評過對不對 那個我如果寫在一起的話 那個我如果寫在一起的話 這個印就不要重複了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寫在for裡頭的話 那外面要先講一個 對不對 裏頭要再取一個名字 在前面你看 倒帶看我的 剛剛 那有概念應該就可以了 比較for和快 有時候你可以選擇 我比較在乎的是效能 效能速率差沒多少 其實就看你習慣嘛 或者你覺得寫哪一個比較 寫一個程式其中含有後面補充說明重訪編譯中所討論的常見錯誤 那還有前面提的還後面補充說明重訪編譯中所討論的常見錯誤 後面重訪編譯在哪裡 還有前面補充說明重討論的常見錯誤 後面補充說明重訪編譯中 還沒提到你這裡先 其實我們用英文版的去搜尋 這裡是 7題1.4.2 3題3 8題1.4 6題1至13 9題1.5題1-13 9題1題1 9題4題2 9題1題1題1題3 8題1題1題1題3 項目16 寫一個程式 包括了一般的錯誤 這些錯誤是在我們in a box 一個區塊在16頁堂過的區塊 我現在是在5556 5556 16頁 沒有 他一定還要再加那個 前面序 序言有幾頁 20 16加2的3 啊不對 他這是目錄嗎 不是嗎 16月Chapter 1 所以3435 加16 就是50 我用123434來記 我的 就這個box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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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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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義大利 他們 在這本書中 註解的話他是用邪體 這不是啊 16頁 我發現Google這個儲出他太墊子的話 他那頁都沒有頁碼 對不對 重建的什麼錯誤 照這個講的話他說 中文翻譯是後面 難道是那個註解那個錯誤嗎 然後 英文版是這樣中文版根本都不是我們剛到55了嘛 對呀 讓自己熟悉 編譯器產生的訊息錯誤訊息 讓自己和後面的熟悉 讓自己和後面的熟悉 我們中文多集 這一個就略過了 Reading and unknown number or input 要分成讀取位置數量的書 數字 其實number不是數字 是數量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寫了從數字1加到12 這個程式的邏輯延伸 會是請使用者說一主要加怎麼做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要加的數字有幾個 其而代誌我們會持續 讀取式直到沒有數字可讀為止 持續得到檔案結尾 end of line 為止 讀取 所有值計算出累計總 這裡 Y 一直讀 然後他讀入有沒有Y的他條件就一直讀 Value 等於0 弄了一個 整數形的變數名稱叫 Value 然後讓人家輸入C印 到這個Value 輸入Value值呢 然後 Sum加Value 就成為這個 輸出 這一塊才是Y的本體 他沒有大括號 就只是執行 沒有大括號我想應該就是我們理解的 他只執行一行 下一行就是 迴圈外面 後面就是Cout 輸出這個sum 這個 最後輸出完了要記得 end line 把line 消掉 這一行 意思就是這一行 指定消掉 他的line 找對賭詞 別人不知道這是哪個line 如果我們給此程式這樣的輸入 他就會一次一次一次賭 所以他空格其實就間斷 讀第1個讀第2個 那麼我們輸出的會是sum is 來我們來玩一下 很棒很興奮 就是喜歡這樣 我們來先一個 子是sum 初始的話是0 然後 Value初始的話是0 然後呢 用一個無止境的迴圈Y 然後只要 前面已經有了 一定要記得這個 include iostrim 只要這個 請他吸印 到這個值 讀到這個值 然後只要讀得到 這個值的時候他就 這樣 然後最後再 走完回去 你看他都會有大括號 他只是省略了大括號 那只能執行一行 或是一句 敘述句 就執行到第1個分號出現為止 有大括號是比較明白 Cout 請他說出 總和 呃 來囉 總和是 我們用中文 總和是 先輸出這個再輸出一次這個總和 最後再輸出 U-STD 在那邊 N-line 卡在這就給你輸入嗎 2567 V-STD 聞到一直跑嗎 真的耶 可以 CV-Value 我的Value 這裏有不錯的地方 沒錯 二五 六七 不是一二三 就不是 二 第一個是二 五啊 六 二五六 等候是十三 七 二五六七之後 要讀完了讀完了他為什麼沒執行這個呢 STD CR 他為什麼不執行這一行 他不會有錯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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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七了 你看 跳出這個 跳完了就這樣了 也不輸出啦 我們輸出的會是上 Y STD SC IN 所有 這個啊沒錯啊 SUM 加 VALUE 沒錯啊 為什麼不是他那個結果呢 STD CR 這串數字的總和是 CR SUM STD N9 VAL RETURN N0 你們剛才看到怎麼這裡就 停到這了 他好像在 他好像還在等下一個輸入 你看真的 哇 哇 對不對 其實輸入這樣 如果我們給此程式這樣的輸入 那麼我們說 說出的會是那個 根本就不是嘛 他就會一直無止境的一直給你輸入了 我一直等你再輸入下一個 你看 永遠都沒辦法執行到這個啦 除非你再加個判斷去說 噢 這個 指是等於是個 他這不對嘛 你看我們石桌上不是這樣 不會他是中文翻譯有錯嗎 對阿 完全一樣嗎 完全一樣嗎 Name our output will be 根本就不是嘛 The first line in assignment Differently two variables 都對的 他翻的對 是他這個例子不對 石桌上不是嘛 他會一直對你要輸入 你將他輸出的話 我們會用 在讀取 輸入的過程中存放你的數字 不算這個外條件是會執行 運算式 運算式 從標準輸入 讀取下一個數字 並將那個數字 儲存在外套 輸入運算式 回傳他的左右運算員 再使為 因此這個條件是 會測試這個 s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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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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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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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2 3 4 2 5 7 2 3 6 7 2 3 6 7 2 3 6 7 8 2 3 5 8 8 8 6 8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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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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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碰到很明顯是 碰到錯誤 所以我們的 會持續進行 他這有講說葉八 怎麼跟我們這個葉一樣 葉八葉 然後中文版是把葉八拿掉 因為葉樹會跑嗎 這是第幾頁的文字 我們看 這裡要修正一下 他是到 End of Phi 是不行的 一定要輸入錯誤為止 才行 這葉修 我先說一聲 我們會把你切成這樣 我先說一聲 我們要試一下 這就是 這個文字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 這檔案結尾都已經 也許在別的情況是這樣 知道我們這裏是不是 最後Y的主體使用符合指定運算的 combine design 將目前值加到累計的核 一旦條件 測試失敗 在外就會呈得出我們會落到下個數據 就會印出後面接著的 endline design 從鍵盤輸入endofline 當我們用鍵盤輸入資料給程式 不同的作業系統會使用不同的慣例來讓我們輸入 檔案結尾endofline 在Windows系統讓我們使用Ctrl-Z 按住Ctrl鍵再按V 並按下Enter 或Return鍵 所以這就是關鍵嘛 檔案結尾 一定要按下 Ctrl-Z 在UNIX 在UNIX 包括 蘋果的系統上通常以 Ctrl-D 代表檔案結尾 關鍵就在這嘛 所以這個比較重要 後面重訪編譯 原來是這裏 怎麼說是16頁 終於看到重訪編譯 重訪編譯 找不到原來是這一塊 重訪找不到原來是這一塊 原來是這一塊 結構斷句斷對 你就會 如了 這個很重要嘛 我們剛剛就沒有按 Ctrl D 他現在才放馬後炮 那他剛剛有說什麼 16頁那裏 這裏啊 Light program contains a common error Discorded in a box 這一個box 剛剛那一個區塊 在16頁 哎 我們中文版也是16頁 奇怪 所以他的中文版就補上說 後面補充說明的重訪 發明 剛好跟原文書一樣 剛好在16頁 弄起 12點啊 再來一次吧 這都要10座了 還有這樣 2 3 5 7 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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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 1 1 1 2 1 1 2 2 2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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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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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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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2 2 3 2 2 3 3 2 4 4 4 5 對不對 可以輸入這兩個剛剛測試給各位看 再一次試試看 你可以直接按 Ctrl 23 57 我們就二三就好了 Ctrl V 表示它結束了 也可以 手動表示大小鞋應該沒差 你看我用 Ctrl V 喔 這次用 Ctrl V 我剛是輸入小鞋對不對 Ctrl V 它這個 D 是大鞋的 D 所以大鞋的鞋是沒差 確保一下我這次用大鞋輸入 二三 二三 腳號再加 D 大鞋的 D 是不是一樣 大小鞋沒差 每差就沒有分別 我們繼續 這就是從榜編譯 討論的一些錯誤 它剛前面寫比較不錯 累了想睡覺 沒想到連第一張都還看不完喔 KC啊 類別都還沒碰到 剛剛我們就在家做類別 最後才是 Bookscore 程式 這樣沒塞 也可以啊 剛剛八個鐘頭 下一次從從榜編譯類開始 多取位置數量的數量 阿彌陀佛少召約多念佛啦 阿彌陀佛 那倒夜盡先啦